那個我們在等委員的時間 我們先非正式的大家先協調一下 都到到了嗎 孔委員也到 我們這樣蘇委員也到了 兩位蘇委員都到了 現在是不是我們就先進行 開始審查了 來台糖預算先 然後之後才是中油 那今天我會把所有的預算 都處理完畢 讓大家知道一下 那中午就不休息 那從台糖的營業總收入 一到六項我們一起討論 那是請台糖先說明一下 針對一到六所有委員的提案的質疑 那你們提出說明 是董事長總經理還是 呃次長你指派一下吧 您看是要由哪一個業務單位 一到六案 呃來先提出一下說明一下 跟各位報告 第一到六案主要就是收入的部分 那麼建議增列三億 然後有凍結好幾項 那我們的建議是說 因為我們當初編預算的時候 以砂糖為例 當初編的時候 砂糖就是用23塊去編的 但事實上現在砂糖沒有那麼好的價錢 所以這些叫收入其實都是有點高估啦 所以我建議是說 將來那個支出的部分 我們怎麼來減一點 但是那個收入的部分 不用不要再增加 因為事實上它已經高估 當初已經高估了 然後那個凍結的部分 我們是建議可不可以不要凍結 因為都在執行中 都是今年在執行中的 你們現在總收入是382億嘛 那決算呢 去年的決算 去年的決算 因為有400多億 去年決算400多億 是因為 會有核發工業區的增收 一百三十幾億啦 所以那個不太準 董事長 你現在是說 營業總收入 那個 都不希望增列嘛 對不對 是 多3億而已 你們去年多少 去年的總收入400多億 但是我剛剛講說 因為去年有增收土地 一百多 一百三十幾億啦 沒有啦 所以你把它扣掉 就是310幾億啦 因為現在糖價低 所以 所以這個當初的 當初的收入 已經算高估 等一下 這你就很麻煩 你聽我講啦 我 我是好意啦 你們都扣380幾億 你們今天有資料 達到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辦法 我們會 努力 努力 好 所以你說這幾個頓點嘛 來 382億加一個高志朋委員的 他雖然人不在 他特別委託我說 這個一定要加上去 為什麼 382跟385差一個三億 你們如果382 惡意都達不到了 那不在乎385啦 那不在乎385啦 我們啊 全部都沒有啦 對不對 啊 如果達得到382 你如果假起來 只達到383 我們不會說 因為高志朋加三億 我們來給你賣 不會啦 所以你們放心啦 加三億 如果今天是要加30億上去 那當然我們會替你講話 沒有問題 因為你3億加上去 後面就會變成 結餘要多3億 啊 啊 所以你的 我的意思說 只多了這個3億 應該是合情合理 也沒有 不過問啦 所以我剛剛在講說 支出的部分 因為 因為整個糖價 有點 有點比當初估的低 所以支出的部分少一點 效果是一樣 但是不要加在加入 加在收入 因為收入那個 當初是高估的糖價 我們認為你們台糖 尤其是在八大事業 我們只是要 也不是說給你們壓力 我講話對數 我們是希望 多給你們這三億 是因為我們認為 我們台糖的行政團隊 越來越強 八大行業都會 都會事業賺錢啦 啊 你們假怎麼有要快啦 那是對你們困定 因為你們團隊有夠爛耶 所以可以達成嗎 可以啦 給三億而已 我跟委員報告啦 收入不要加這麼多 然後 加在業外的收入 這個部分 這我們來努力 加多少 加2億 那就是回1到10億 不然你這個 我也在跟委員報告 因為 成本的部分 你收入加 然後成本假設又不提升的話 其實我們真的會有點困難 這個請委員來諒解 你自己講個數字吧 對自己有一個期許吧 不然這樣好嗎 加一個5千萬好嗎 好 委員 抗議抗議 不行啦 委員 給我們兩解一下 台東的業務 台東的業務 兩位請坐我們都坐著 董事長總計都請坐 台東其實是這樣的 你們一定要去思考 思考比如講說土地 要怎麼樣讓活化再利用 對 對 所以剩下這個三億老師想 是要給你們壓力 就是說你們的這個事業體的話 本身怎麼樣 本身一定要有所寫 有所檢討跟改進 像土地部 我就很少意見 對不對 你不可以教他 一直幫你放會修 跟蘇文報告 要放會修 現在台東的 那些土地那些 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要開發 然後開發出來 要有效益 不能開發以後 你們要檢討 因為這次 所以現在 今年如果說 你們收入要收入 要收入三億 表示就是 你們要去檢討 好嗎 你們要檢討 對對對 不好意思 董事長 今年很多蘇委員 不是只有我一個 所以你們要注意 你要尊重 沒有啊 還有其他蘇委員 都可以叫他來 所以沒有啊 董事長 如果照這樣你們會審不完 我們是好意 多一個三億 就是給你們一個獎勵 刺激嘛 沒有什麼關係 對不對 這個 你們不會覺得那麽困難 我那不是 我不會跟你假 如果說多個三十億 說啊 真的為你們所難 三百八十二億 幾千萬 一個三億而已 你那困難 先本你如果做不夠 還不差 做不夠 我跟你說過 你們達到三百二十 三百八十二億幾千萬以上的預算 如果達不到這三百八十五億 多 我也不會跟你見怪 你知道嗎 因為是我們跟你假的 對不對 這個差三億而已 沒有關係啦 我不騙你啦 你聽我蘇智芬委員 總收入增加三億 那後面的支出 因為它 加工的成本一定在嘛 原料的成本一定在 就變成要加 要不然的話那個 要不然這樣 加什麼 加一個五千萬 這樣好不好 好 這樣有你嘛 要不然你要五六個 好 照修正通過 好我們營業總支出 第七 收入就是已經整個了 對 第七福利費 總支出 第七項 單獨檢討 來 大家 請說明 台糖說明 扶利費 福利費 福利費 這個部分 來跟各位人報告 這個是主要是保險的會用 主要是保險 這依照法令提列的保險會用 這項建議是不要刪 因為它是員工的保險費 福利費 福利費 依照福利費是照法規來提列的 然後它支付的主要項目 公司員工的保險費 去年的決算呢 還是這個數字嗎 你這樣4億嗎 去年決算是因為有另外 103是4億3 4億3 那些是今年編4億2 其實我覺得還好 我們照案通過 照列 預算照列 第八項獎金之績效 獎金跟考核獎金 我第三案跟第四案 過了啊 剛才 沒有 我剛才有幾首要發言 對不起 那空委員來 剛才我們的結論是 讓他增列五千萬 對不起 我舒服了 第三案是我的提案 就是台糖它的主要收入 還是在賣不動產 賣土地 出租土地 274億多 27億 27億 那這個27億裡面呢 你們很多 像那個 像很多我們原住民的保留地 這個都沒有經過我們 原住民這邊來諮商 原住民族基本法 那我們現在還在調查傳統領域嗎 那之前那個廖國頓委員不是有提嗎 叫你們要調查傳統領域的部分 原住民傳統領域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呢 是沒有尊重我們原住民 所以我在這裡是提案凍結50%了 那另外那個王惠美委員 他是說我們台糖的土地 這個一直都是作為政策的工具 他也是凍結50%了 那這個部分你們 我凍結好不好 我不要我不要整列 這樣好不好 那個孔委我們凍結25% 然後增列五千 那這樣的台糖您的可不可以 那凍結的話 孔委員你的意思是要不要 他們提出書面報告還是口頭的一個報告之後才使得動之 你的建議是怎麼樣 那我就 並這個王惠美的嘛 王惠美委員的 那我們凍結20% 提一個書面報告好不好 好提個書面報告使得動之 好來那個 前面給議員 沒有我們 來 黃惠美委員 簡單的說你們那個不動產的投資 是以賣土地 還是被徵收 還是出租 那有沒有核見啊 核見啊 核見啊 這個我跟主席 跟郭委員的報告 這個部分完全是出租的部分 完全出租的部分 所以現在凍結的話 現在合約已經定了 這些變成我們變成沒有辦法去執行 我們也才不過20% 我剛才講125 孔委員才降低20%而已 那你趕快提出書面報告 他也很認識 他需要你檢討嘛 是 來 黃委員 沒有啊 所以說我 你們靠那個核見 好的方式把土地偷渡 什麼叫核見 你跟先生核見 見完了就 你分幾戶 他分幾戶 那這個土地就變成別人了 不在這個項目 不在這個項目 那也是收入的項目啊 我 我是不是跟黃委員報告一下 就是 我們要說主決意來限制這種行為 七段真說 分回來的地有商業用地 有住宅用地 住宅用地 台坦假如不核見 把他分給供給社會的需要 台坦留的這個地也不對 所以目前的處理方式 我覺得 對社會來講還算合理 你分回來的土地 也可以用租的方式嘛 其實你不用租到那麼高的價格 不用租到那麼低的那個 你可以用一個比較商業的機制 用出租的方式 而不是因為賣斷 就把土地跟連同住宅 就越來越少 以前眷村改建就這樣 本來眷村的土地是國家的 跟建商合建一建了以後 建商分的大多數 我們分的小部分 然後分的小部分 在 國家的屬分就越來越少 國家的土地就越來越少 過去早期台坦也有自己蓋 那自己蓋以後啊 後面 你自己蓋或合建我們沒有意見 只是問題 你不能夠讓我們自己的土地 越來越少 被徵收就算了 就認了 因為國家的建設需要 可是你為了自己的 分回來的土地 或者怎樣的土地 你本來是應該保留這個土地 你透過合建的手段 就出去了 這我們是比較 感覺 對於 國家的土地的守護 這個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 每一個地方 有它的都市計畫一個區域 那都市計畫 它會化住宅機 商業機 也應該剛好有這個住宅 跟商業的需求 我並沒有請你們蓋社會宅 因為請蓋社會宅 可能就你們商業公司來講 我是說你至少 以只租不賣的方式來合建 那個委員 我跟委員報告 其實我們住宅區用地 也有設定地上權的 還是有 設定地人還是有 還是有 對 因為現在的機制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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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 這個我們來研議 總經理 你這個不要 你這個不要再騙那些立法委員 好不好 不 這個我不敢 我去研究一下 你怎麼說地上權可以設定抵押 你不要這樣子講 對不對 你台上要回流需求的土地 你這樣設定地上權 都不能把你們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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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成功率有多少 我剛才是前面 你這個委員你說自貼用地 因為那是共入地和共入地 那我想這個 營業總收入這邊 我們就 這樣的修正 增列三億 增列五千萬 然後 凍結百分之二十 沒有啦 我們現在就總收入 你沒聽清楚嗎 我還沒講完 你聽我講完好嗎 增列五千萬 凍結百分之二十 二十 那提出書 書面報告之後 使得動資 結論如此 照修正通過 總收入營業 那這個 對 好 營業總收入福利費 是現在進入福利費的審查 那提出的解釋 剛才台糖解釋 都是員工的保險 那 剛才 我也詢問 決算的部分 去年是四億三千多萬 所以我想是沒有增列的啦 所以我想就 直接 我直接就財事 直接就照案 照 預算照列 那現在 第八案 獎金的 績效獎金 跟考獎金 凍結一億 這是蘇貞金蘇召委的提案 你們提出說明吧 這個跟主席跟各位報告 這個我們去年跟前年的結算 已經有十一億 已經有十一億多了 那這個獎金的這個提列呢 也是照現在整個 這個政府 這個 這個規定的 立法院也通過的 他有一個辦法在的 所以這個部分是不是請主席跟各位委員 能夠同意我們照列 照列啊 因為這個涉及 涉及員工的前一部分 但是你們績效不好 然後又要發獎金 委員我跟您報告一下 所以這當然所有的 全民都不能認同嗎 我再補充報告這一點 最近所有的國營事業都在進行 104年度的績效獎金的審核作業 那目前的績效獎金呢 是有它一定的審核標準 我們有一個委員會在審查 那每一次在審查的過程當中 都會跟國營事業中間 產生非常大的期待值的落差 表示說這個審查的機制 其實對國營事業是蠻嚴謹的 那這邊預算凍結 其實如果審查的結果 沒有到達那個標準 我們也不會給他那麼多的獎金 所以這個部分 他有另外的一個審查的機制 那我倒是建議說 不是用凍結的方式 而是要求經濟部 對於績效獎金的發放 他的審查要按照相關的規定 要嚴謹的審查 我覺得這樣比較符合時機 好 那我們預算照列 那這個著名 剛才次長所提供的建議 就是請經濟部 及所有的包括台糖 在內所有國營事業 依法來審定 這個績效獎金的發放 好 那再來第九第十案 水電費一起討論 來 台糖說明一下 我二要的說明一下就是 水電費啊 大概這邊主要的水是沒有變啦 考慮的大概就是電費可能調降 但是電費調降第一個 就是第一劑已經過去了 並不是全年調降 第二個就是 裡面的基本電費那些東西是不動的 所以我們有算過 就是照流動電費那一部分 調降百分之九點幾 算下來 我記得我們算出來 大概是一千 多少 一千七百萬 所以我建議就是簡列一千七百萬 就是如實的 就照實際的負擔來簡列 好 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我們就照這個 簡列一千五百萬通過 好 那就修正 一千七百萬 一千七百萬修正通過 來 郵電費 來 郵電費 來 郵電費 說明 台糖說明 這邊是要簡列四百萬喔 這個我們照委員這個審查了 好 修正通過 旅運費 簡列一億 許永明 許委員 來 說 旅運費 簡列一億喔 那你們變了七億 這個七億倒不是人的費用 是貨物的運輸為主 那這邊所考慮到的大概是 那個油價的降低 那基本上我們對於這個旅運費 是估計今年的我們的量 包括糖跟那個大概會增加 會增加 然後油價我們對於今年的油價其實 一把旅運費的內容是什麼 是人員的旅運還是物品的旅運 不是 貨物的旅運 最主要是貨物的旅運 最大部分的旅運 所以國際運費是往下還是往上 我們認為是往上 因為油價已經到最低啦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覺得還會有點困難 好去年決算 決算數是多少 這個我來跟主席報 去年的結算是六億五千五百萬 但是因為今年的我們的量會增加 而且我們一起 因為今年其實人事費用它也會增加的 勞動集中法提高 提高這個單價等等 還有我們一起剛才董事長報告了 我們一起今天的油料會它也是還是往上升的 因為谷底已經夠了 好 我們預算照列各位委員有沒有特別意見 好 沒有我們預算 欸 孔委員有沒有 沒有 為什麼要增加疑義啊 呃 剛才他說明 我跟董事長報告 有一個標準 就是我們那個運輸的量 貨物的量是增加的 那因為勞動集中法那個 所有的勞務的成本我們也會增加 所以這個這個這個我們是也是有經過一個計算 是是是 好 我們預算照列 十三十四案一起討論 來說明一下 這個誰來說明一下 有這個印刷 印刷裝訂及廣告費 這個誰來說 這個因為今年是 今年是我們70週年啦 所以這一部分我們是不是請不要簡歷 來啦 尊絕使用啦 你們自己講個數字吧 尊絕使用啦 這個 決算是多少 去年兩億七 兩億七千多了 七千五 兩億七千五 去年兩億七 去年兩億七 那就減捏一千萬吧 減一千萬啦 OK 照修正通過 十五十六 修理保養與保固費 有我們兩位 好 蘇委員 來 妳的案 來 來 我們蘇昭偉跟蘇智芬蘇委員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一個減列兩千萬 一個凍結十分之一 十五十六 來說明一下 來 董事長 說明一下 來 這個我來報告一下齁 我先報告去年的結算齁 去年的結算齁 已經三億五千萬了 那因為我們現在有兩個文化爐 一個坎頂 一個岡山文化爐 那這兩個文化爐其實它的營運 都已經相當的時間過了 所以現在大修的這個內容呢 都會提升 所以我這邊也請主席跟各位委員 是不是同意我們照列 但是我們一定會尊敬 那個其實 我講一下 其實這個保養以 修理保養保固費 其實是十字十複啦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也可以 這個照列沒關係 這也不是可以學別的 好 這我的看法 看另外蘇委員他有什麼看法 蘇智芬蘇委員來 是不是請台南報告一下 目前你坎頂啦 坎頂的氛化爐 你這個誰是 它的容量幾檔呢 燃燒量 燃燒的那個潘處長你要不要 鋼山呢 鋼山是幾檔 誰清楚 年限多久了 那個已經 到現在已經營運了十 十四年到十五年 我現在相信 兩座都一樣嗎 是你們蓋的嗎 沒有 不是 你們是為 代營運嗎 我們代營運而已 代營運 你怎麼有能力去跟人家帶營運 你跟人家帶營運 要創什麼 你代營你去跟人家賜賜 賜得了錢 然後帶營運 結果之後 你也虧損 你們為什麼要帶營運 政府委員報告 你知道嗎 你代營為什麼要帶營運 我都很想把它停掉 但是停掉被罰的錢 對嘛 罰不來 所以我意思就是說 當初你們這個決策 因為當之前的合約偏的不好 對啦 所以那個價錢不好 對 所以我們坎頂是註定虧錢 註定虧錢 所以呢 所以還要註定虧下去 合約簽了 只好繼續做 做到 大概在五年左右結束 所以你現在的修理保養跟保固費 你編列三億四千多萬 那一定要 就是坎頂跟鋼山這兩個嗎 還有糖廠 其實還有 這兩個最主要還有點糖廠 糖廠也有 我們現在有三個糖廠 所以 所以 你告訴我 一天是可以收幾檔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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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八百噸 一天八百噸 是 鋼山 鋼山那個 鋼山三個爐 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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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廳頂是在哪裡 平東 平東 高雄市 五岑市 五岑市 高雄市政府委託你們 所以是高雄市政府委託你們 黃暴吉他管 那維修費我是覺得十支十複的啦 本來就要大修啦 有沒有辦法去修改七月 不好意思 不會啦 我們盡量跟他談但是很難 我們搞了一年多的仲裁 到最後只加了一千多 其實我比較有興趣是想問你們說 虧損一定有很多原因啦 譬如說有五項原因或十項原因 說一個核心原因就好嗎 有什麼你們肯定怎麼會虧 我們就賺錢賺到 暗包送到整個 是 這是委員報告 你們的方法路要送暗包送到整個 因為肯定那個合約 就是說我們收多少工業會去問 就是要投入 我們收多少我們就要多少 為什麼 他大部分的這個賺錢都被管政府提供 不然你們就帶處理嘛 所以你們只收處理的費用就對了 但是我們帶營運而已 我們是帶營運 收四月被基督當作家庭 好 再來 所以肯定就是帶營運嘛對不對 都帶營運 兩間都是帶營運 那江山呢 江山也帶營運 江山也帶營運 那是客戶營運 當初一個長一個長的客戶都沒有什麼一樣 所以我們來跟他們商量看能不能解約 那 解約不能了解啊 當初是當初是因為台塘要關掉二十幾個堂場 所以增加同仁的就業 所以去爭取這些機會 那現在當初簽約簽得不好 所以那個砍頂啊 是每年都虧 都虧幾千萬 我是很想把它停掉 但是因為是跟政府之間的 只好照做 對啦 這樣好不好 我們一樣預算照列 但是 就是說 朝向這個 你們也 能夠以解約的方式來評估 是不是有解約的可能性 來這個節省納稅人的錢啊 好不好 那我們預算照列 蘇委員 對不起好不好 趙委已經講預算照列 我是在說 師父的話 請你們提出一個檢討啦好不好 提出就這兩個的檢討啦 那使得動用啦 動吃啦好不好 好不好 因為就我來看 看頂跟江山喔 你們兩 真的是這兩座風化爐 你們還要那麼多錢下去 我認為 你們也不知道該關你們的問題 因為 所以台糖真的是在這方面的人才 真的是不行 好 那我想這個蘇委員的 這個是希望專業的來管理啦 所以我還是凍結十分之一 那提出書面報告之後 使得動吃 好不好 來 那第十七案 贊除包裝代理及加工費 來說明一下 那個 那個 是 公委員報告 這部分就是說 我們台灣公司 就是辦理各項那個 那個 贊除包裝跟代理 主要是那個基本公司 因為 今年度那個基本公司調整 那外包公司就會調高 對 外包的公司啦 因為我們有些加油站 量販店啊 都會評估一些外包工人來處理 那這部分是因為 基本公司的調整 那我們今年是編列了23億9500萬 那去年度實際是21億5900萬 多出了2000多萬嗎 1億多 多出1億多 因為工資的調整 對 基本工資的調整 然後蘇貞門書委員 我請問喔 像這一類的開銷 沒有在他事業的本體 那邊去處理這一塊嗎 有 有嗎 所以你這個是什麼 這一筆預算是什麼 我不太懂 我不太懂 他這個是 因為你有加油站 你剛剛講到量販店 又有加油站 那是一個不同的事業體嘛 對 所謂它本身的盈虧是不同嘛 不同處理 對 事業部不一樣 對 事業部不一樣 那你現在錯錯 我錯錯 因為他現在是 現在是列的各項費用 他把所有的 所有的總的費用加在一起 對 公司的總上 會總 公司的總 同一個科目的費用把它會總 所以大部分都是老外包的 就是 他們的地方做 這項可以 你招標當中可以去講啊 有沒有可能 這個可能性 這個是人的錢 對 人的錢 對 人的錢 那是你招標的問題啊 你招標的那個條件講好 我有八大事業體 我八大事業體 來總經理說明一下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這個我跟主席報告 假設統一招標 因為一家公司來得標的話 他要管到台東花蓮 跟北部中南部 的確在調度上會有一些困難 所以我們現在是分事業體 他去招標 好 OK 好 那我想預算照列 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 沒有 好 預算照列 來第18 19 20 一起討論 來我們 台糖說明一下 那個 因為是在當初 在那個立法院有經過同意 因為我們當初 有一些那個 正式人員去當保警保全的部分 那現在就是 那個立法院已經通過就是說 所有的人員要推出 那改由那個保警 那個外聘的保警 來保全來處理 我們的那些 長區的維護 那個管理工作 那所以這部分的那個 費用就會增加 那你們 正式人員現在跑到哪裡去了 現在就算到各個 憂鬱了是不是 像法官一樣憂鬱 就不用做事情 還是 我們大概 這兩年優退 去年 前年優退113人 去年優退112人 我們鼓勵優退 但是因為那是 大院跟監裁院 都要求我們那些 要改成保全 所以我們是保全的費用 你們不只要優退啊 你們不是當人 也要讓他趕快退啊 是 我們前年有之前的兩個人 會調整好不好 好 你們去年決算數是多少 去年決算數是 一億八千兩百多萬 所以多增加了兩千多萬 對 因為這個事實能力轉過去 你自己講個數字吧 這種人事費我們也不想去給你簽字啦 但是對於 廖委員提供說要三四千萬嘛 啊我是說要三千萬嘛 兩個折中 三千五百萬 不行啦 這我委員報告 這都是他們的 好 我們蘇委員講話了 那這樣三五百就好了 好不好 委員 三五百萬可以嗎 五百到三百 你說多少 五百可以 你多少 好 五百啦 來說明一下 你們公共關係用到哪裡去了 這個大概項目很多啦 項目很多大概沒辦法 在這邊跟委員跟主席報告 那我們去年的結算數 的確是只有七百多萬 二三 這兩年我們大概都尊傑的用啦 那所以這幾年的支出 實際的支出 大概都不到九百多萬 但是我是建議說 是不是這個九百多萬兆類啦 不曉得將來 將來的人 會不會有需要這些 好 那一個趙天林趙委員 謝謝 將來的人 我是透過那個蘇正清委員 等委員 林大華招委的這個提案 在二十三案的部分 那因為公共服務 公共關係 台長是做得不錯 但是再多的形象 在面對到重大公共利益 也就是在高雄 中正高公籃球場的這個案子的時候 卻讓整個南高雄的市民 就是非常的憤怒 所以你公關做那麼多 編那麼多錢 其實一個案子 就讓大家對台湯印象就非常的差 所以我才會主張說 我後面還有主決議啦 還有直接那個預算 但是我就建議說 應該要略為刪除 然後來表達警惕 就是說 政府告政府就已經很瞎了 結果告完以後 又要準備強制執行等等的 然後把南高雄那個一塊很珍貴的土地 就剛剛航委員也有提出說 不要爛賣這個家產嘛 那你就要把那個 大家市民 數萬人在使用的部分 然後要把它變賣成為這個 這個建商使用 這個是我認為做再多公關 都彌補不了這樣的一個 對台湯的 對 但是他常連其實都是中正高公在使用 有些地要給國防部 有些地要收去 然後現在問題是說 那個原來那個中山高公 他的運動場現在變成是要收回來 不能再維持運動場 那這個當然也有爭議 但是台湯這個案子是打官司 告高雄市政府贏的啦 但是到現在為止現在變成是 我們是 你等一下說明嗎 是 是 跟委員說明 中正高公這個案子 原來是台湯公司無償提供使用的 可是當時立法院80年的決議 就是台灣公司不能無償提供使用 所以這個案子是監察院審計部 一直在糾正我們 那我們也是跟高雄市政府商量 就是說這個部分看 是不是市民還是需要嘛 沒有辦法無償提供 那我們用比較優惠的租金 租給市政府 可是後來市政府這個部分 他們是覺得沒有這個經費 那因為我們要面對就是監察院 跟我們的糾正 所以我們提出告訴 100年的時候 法院是確定判決台湯公司 勝訴要求高雄市政府 支付這些租金 那後來我們也知道市府財政有問題 所以這個檢核重劃是市府提出來的方案 那我們也配合 就提到董事會 董事會也同意 就是說用這種方式 然後市府不用提出 不用支付這些代價 對對對 他就是把那個公 那個體育廠用 透過重劃的手段 可以大家分配到各自的土地 那現在地方又要求 希望全部保留 所以我們也同意 就是說這個部分 讓市政府提出方案 我們再來配合 所以這個部分 我想不是台湯公司 主動一直要處理這件案子 我知道 讓大家可不可以 再給我一點點時間說明 我覺得董事長 沒有什麼好委屈的 市民才真的很委屈 你剛才說明的其實很清楚 我認同那個過程 但是你要了解的是說 減額 所謂的 處理 那已經是不得不處理的 已經被你們逼到絕路了 同樣是政府 用到的 你還推給什麼審計部 立法院決議 然後市政府被逼到沒辦法啦 他只好就這樣的處置啊 可是這樣的處置 就是重重的 打擊了市政府的聲望 所以市長就做政治的決定 他就不接受 一定就是你無償 不要無償 你象徵性也可以啊 你們都算到市價裡面最高的租金 讓市政府的財政沒有辦法支付 逼到絕路啦 所以你剛剛的結論OK啊 如果大家經濟委員會 召委大家都同意的話 你們重新再思考方案嘛 不要動不動就說 強制執行 然後強制執行 賣就賣給建商 把市民使用圖 到最後蓋大樓起來 那能看嗎 這樣的公共關係 是什麼樣的公共關係 我的意思是這樣 你知道嗎 就是說 不是要你們違法處理 不是要你們無視於審計部跟經濟 監察院的那個 要談 再談 談清楚錢都不要去動 好不好 可以嗎 好 我想這個 不好意思那個 黃偉忠黃偉忠 這個趙雲這樣提的OK 所以說我建議你們還是 還是談 那你就 那公關費呢 公關費還是要回歸 還是要以示警惕啦 還是要刪 那個公關費到底是用在哪裡啊 公關費 分商喜慶 花欄花圈 那個卓檢100萬 好 我支持那個趙雲 就是趙雷通過 那這個趙天天趙委員 剛才的建議 就是 現在不可以強制執行 暫停 暫緩 直到 市政府跟你們有一個 我們地方可以同意的方案的時候 才去做後續的處理 所以現在是完全停止不是暫緩 是完全停止強制執行的動作 這個等一下在那個趙天趙委員的主決議當中 我們再加上這些文字 那請台唐現在去研領這樣的文字 針對趙委員的文字要再怎麼的增加 105頁 好來我們先看一下 那等一下我們會處理 105頁這邊 你們去看剛才 停止 這個強制執行 直到市政府跟台唐提出了一個妥善的合作開發 合作的一個方案 好 我們再來再做 才去動這塊土地 好嗎 那這個文字寫上去修正一下 等一下 直接105頁的時候再來做檢討 但現在提供那個文字出來 好 好那修 謝謝趙委那個 105案至為重要啦 也謝謝趙委的才智 所以我23案我沒有那麼堅持啦 只是說只是看您覺得 好我們空委員講說3,100萬 3,100萬 好 修正通過 24案 會費捐助與分攤 這個我跟主席跟各委員報告齁 這個7年的結算齁 已經是1億0200萬 那這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一個 分化炉因為有一個回饋金 而且我們一部分的錢還 還需要交給市政府 縣政府的 所以這個錢是不是也不要跟我們 跟我們減 因為7年已經結算已經1億了 好那個總經理你剛剛講的重點齁 你們這個 抗電分化炉的意思嘛 你們了錢還捐回饋金 沒有 那個當初的可以用 當初的可以用 你們這個割地又賠償耶 雖然我是屏東人來說 你們這個對割地賠償耶 你們這個優惠在簽嗎 所以要把委員報告 所以當初這個議員 實在是簽了幾次 你怎麼 現在是主導權在誰的身上 屏東縣政府 應該環保郊 環保郊 那你怎麼不再試著跟屏東縣長 再去屏東縣長再去跳 這跟委員報告齁 這已經差不多在五、六年前開始就在說了 那這個割地賠償 那這個獎金還要回饋金 那這個我們要把你們董 所以我們都在庭上有挑釋 好啦 就照原列訴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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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教育委員 預算照烈 預算照烈 好 等一下 好25262728293331 一起討論台糖說明 這個我跟各位 跟主席跟各位委員報告齁 這個大概兩個部分啦 一個是資產檔 一個是經驗檔 那資產檔部分的 我們跟103檔比較起來 其實數量也有增加 數量也有增加 所以這個整個採收搬運跟加工 這個費用都有增加 那另外一個經驗檔的部分 因為我們一起呢 今年整個鹽料 整個糖的鹽料 跟市場的這個價錢是往上升的 所以我們跟103檔這個對照起來呢 我們估計呢 他會有十幾個percent的一個 一個賬幅 所以我們在過料的成本上呢 跟103檔一定會提高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經驗檔呢 在105年度的預算裡面 比103年我們有增加了 大概13700噸 這個量 所以這兩個加起來 已經有大概9億多到10億了 這個 來跟委員報告一下 所以這個部分呢 是不是可以請委員呢 能夠同意我們照類 謝謝 謝謝 好 照修正通過 三二三三三四三五 一起討論 這個是其實是細項 是剛剛談的水電那邊的細項 所以前面已經處理了 好那我們就預算照列 363738 勞務成本 說明一下 這個也都是細項 好那預算照列 39 40 41 42 43 44 一直到51案一起討論 來說明一下 這個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個其中也有水電會 也有理應會等等 還有印刷會等等 這個都剛才都已經討論過 像印刷廣告跟水電跟理應會 其實剛才都已經報告過 那我們就減少一點啦 減個幾百萬啦 好 您自己講吧 總經理 那是不是報委員 是不是減個300萬好了 好 修正通過 五一五二 五百五百五百 好 五百萬 五百萬 那個以黃偉哲委員的提案修正通過 五二五三五四 這個都水電會 剛才都已經報告過了 好 好 照 預算照列 55 56 57 58 59 60 61一起討論 信銷費用怎麼弄的 這個 對下面有理應會 但是61啊 行銷費用設立大陸公司 請不要寫大陸好嗎 設立中國公司好嗎 中國跟大陸不一樣 中國 我們是台灣 他是 我們中華民國 他們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用詞上 好不好 這我們要修正 什麼意思啊 設立公司是怎樣 設立中國公司 什麼意思 賣你們的什麼產品 這個我們主要是做貿易的行為 做貿易 大概就是因為我們想把我們的美容保養品 跟保健食品賣去 但是你賣去就要有一個在 全責單位 全責主體 來申請審批 那因為沒有主體 就沒有辦法審批 現在在中國大陸的市場怎麼樣 你們的市場接受度 根本都是透過少數的小三通在賣 根本 接受度怎麼樣 已經沒有小三通了啊 現在小三通通已經不必了 現在賣的是在台灣買斷拿去賣的 很少量都很少 三班客就對了 對 大概就是那一類而已 那接受度怎樣 都很少 因為量不大 那將來會變 我們自己不能 正規軍不能去賣 所以量很少啦 OK 好 所以你這個行銷這個東西 你760幾萬 就是呼應剛才蘇智芬蘇委員的嘛 就是說 您要賣這個東西 或是你要代為操作 或經營你的專業在哪裡 那你說你要到 你說你要拓銷中國 拓銷中國的市場 我們聽起來也很好啊 你是只是一個做行銷 利用那個市場 可是現在你又告訴我們說 欸 我們利用跑單幫的方式去 不是 以前是跑單幫 以前是跑單幫 算不成氣候 現在就希望有一個主體 能夠做申請審批 有系統去賣 你這樣才有機會 才有機會在那邊找到好的經銷商 才能夠把它做大 沒有要設廠 沒有要設廠 只是要賣東西而已 好 預算招列 不是要拿到中國的商標嗎 是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商標 審批 審批 保健師平要審批 好 62 63 64 65 66 一起討論 來 62到66一起討論 來 你們說明一下 管理費用 那個 這部分就是我們那個 管理部門的費用 那主要剛剛有提到 就是那個 因為我們現在近年度 有積極辦理那個文化資產的一個清查工作 還有就是說 一般就是那個 剛剛有提到那個 基本工資調漲 還有一些 低價稅的增加 今年度因為 每三年會公告那個低價稅 那低價稅也增加 那 所以我們今天是編了 22億7800萬 可不可以 去年20億1700萬 可不可以再解釋一點 解釋一下吧 22億 到底是用什麼好不好 22億 那麼高 你用一個管理費用 真的太抽象了 那個主要是 用人費用佔大部分 因為我們總管理處 跟各區處的 用人的部分 就擺在管理費用裡頭 所以你台東的原工 叫做人事管理費用嘛 是嗎 對對對 你就叫人事管理費用 你不要叫管理費用 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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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可不 這是大象就對了 腳邊走西木就對了 對對對 這樣嗎 你用那麼多人就對了 你用了這麼多 22億裡頭有 17億是用人的費用 還是在做什麼 在管理什麼 18億 18億 22億裡頭有18億 就是你們的人事費用嘛 對不對 你用那麼多人 是在管理你們的助餐嘛 對 管理你們的事業部嘛 對不對 對 對 對嘛 你們管理人 你們是 比如說你們人 如果在管理你們的固定助餐 怎麼會縮小房子 一直給收 還是怎麼管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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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還是幫忙 怎麼好 出席 我這時候會說這些 在討論 對 是 授社會消育 你可知道 有一些說過期 廣東医院在這裡 因為 授社消育 結果 如果有廣東医院 看來撤退 撤退之後 有一個人 人家已經沒有基礎 你就不床 委員會叫委員會不會撤掉 委員會搞到撤掉 你撤掉你還不說 我想說撤掉 我氣到今天 我氣到今天 你把他搞到之後就撤掉 氣到這樣 搞到之後就撤掉了 好 再來前提就是說 你們會收起 有收起的 還有卡住的 我有到現場去看 我今天你看的是 你們會卡住的 落葉會卡住的 你們要算 有些好的差的時候要留下 對不對 你不是還要叫什麼 董事長的建築 有很廣場 那有成道的老師 有跟我們提說 這樣是要聽的一個 一個就是說 我們有一個監罩的一個 監罩你要怎麼清除 一個價位就對了 對啦 那就是五千萬塊 那你們做好了 不然你不要再拖拉股 來又拚命說我們車子 那人家沒有東西都去查 想不曉得 誰曉得 有用的拆除物 今天你會來收拾一下 我看那兩斤都卡住了 這應該卡住了 對 那很困難 那很困難 好 策告了 但是執行的 目前的狀況是怎麼樣 跟書質很少 就是清除計畫 那個清除計畫 那個清除計畫跟委員報告 那個已經委託專業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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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專業的協助 對 有有有 沒有 沒有 並沒有說全部要在 那個移構的部分 要遵照那個專業計畫 那個裡面的要去做 那龜族選是誰的 台東 台東 那個已經破舊的 那龜族選了 那個部分看他那個 整個的那個 那個 好 清不清的計畫 弄出來 我們會聽到去辦理 那個那個蘇智芬說 也這樣好不好 我請他們把整個執行的狀況 以及未來要執行的後續 怎麼樣 三天內 也就今天禮拜四 下禮拜二之前 禮拜三之前 不含禮拜三 因為禮拜二放假放到禮拜二 喔禮拜二 謝謝我們黃子 怎麼會 好啦禮拜三之前 禮拜三之前 禮拜三之前 我不是把它弄清楚 在 對你搞清楚 在剛剛委員 詳細的那個書面報告 或者是 去委員那邊報告 請親自到蘇智芬蘇委員辦公室說明 是 他一定有一些看法做法 禮拜三之前好嗎 那針對齁 針對台糖 已經被指定文化景觀 或是被指定歷史建物 或有的話被指定為古蹟 那麼你們就這個 古蹟 或者是歷史建物 或者是文化景觀 目前你們是怎麼 怎麼對待他 蘇智芬蘇委員要不然這樣的 因為那個是有您關心的案子 是我們就由他直接跟您來做對話 禮拜三之前 他們來跟你 全國性的喔 好不好 你們要匡預算 好 你們去年都好像才匡了大概9千多萬 還是今年匡了9千多萬 7千多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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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六 那六 那六二到六六 我還是這樣啦 既然這個案子 我們 你們 對於這個 呃 资場的管理 也應該是在這個案子裡面 剛才蘇智芬蘇委員講的 好不好 那我就凍結3千萬 那 書面 這個 提出來之後 經蘇智芬蘇委員同意之後 我才使得通知 好不好 那就是你就快 你動作快 下禮拜四之前 那方案 蘇智芬蘇委員關心 這個全國的 這個 呃 這個 文化遺址的問題 你們怎麼的保護 那這個你要提出來 好 那我一樣 凍結3千萬 那這個 趙偉是凍結還是刪除 凍結 好 沒有啦 因為 因為 你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告訴董事 你要修理 你那些錢要怎麼辦 好不好 那我一樣凍結3千萬 那提出書面 下禮拜三之前提出書面報告 經我們本委員會委員同意之後 使得動知 好 六七到七一 聽清楚喔 是 本委員會委員同意之後使得動知 本委員會委員同意之後使得動知喔 好 好 當然就是蘇智芬是委員要討論 好 OK 好來 六七到七一一起討論 這個 跟主席報告一下 這個也是細項 這個是管理會員下面的細項 那預算照列 七二到八六 一起討論 這個是 延展回用 我就請我們王護總來說明一下 我幫他費用給你們 但是不要弄成那個 像最近的案子一樣 不要弄好 跟主席跟委員報告 其實我們的土地活化 行銷跟企業管理 都是我們經營的大項 那只是說 因為我們會再分成小項 比如說高鐵宴區啦 熬谷的開發啦 或是環境交易 其實我們都有做 那我們105年所編的預算 事實上已經比103年的決算 都還來得少了 我們都是本於準確的方式來重拾 來編列這方面的這個費用 是不是能不能請委員多支持這樣 謝謝 那你們研發費用的研發成果 有沒有說來聽聽啊 研發的成果 這個管理的部分像 有沒有得到計轉 或得到什麼商業利益啊 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丟到海裡面去 我們有不同意的 跟委員報告 其實我們研發的主要是 一個是事業部它開發產品 另外一個是 研究所開發的一些技術或產品 是計轉給事業部 然後我們會開發成商品 還有計轉給事業部 是 是內部計轉 內部計轉優先 對 有沒有複數授權或怎樣 內部計轉 地公司增加 開闢到新的 對對 都是在 會反映在我們新產品裡面 你們變成緊吃嗎 沒有沒有 我們不會不會 不會 是 來 趙偉 好 來 這個 你們都是 那個 蘇維你要不要用麥克風講一下 你有什麼 你有什麼 有沒有 你講 說 還沒 他已經 他已經 沒有 他已經 你們有很糟糕 他出現一些幽靈會員 然後推翻台塘的主導權 這個部分 你們要不要給個說法 政統合作社是另外一個 是 這個我跟委員報告 那個政統合作社他是 從民國44年 他的成立了 那我後來我詳細去把這個找出來了 當初成立在四十幾年的 這個 四十幾年的時候 台塘曾經有給了一筆三萬塊 給了三萬塊 然後當初總共 包括台塘的花旗人 包括社會的很多知名的 很多知名的地方人士 總共五十人 去成立這個 當初叫做浙龍服務社 後來他有增加了一些資產 有增加了一些 那後來 這個浙龍服務社 就改成現在的浙龍社會合作社 然後他去做一些營運的行為 包括去賣飼料 包括去賣 對社員 賣飼料 賣肥料 賣一些 商品等等 所以他後來有買了一些資產 那買了資產呢 在台北大概有三個地方 那我詳細就查過了 這個是他後來他經營的盈利 然後去買的 那至於剛才王委員所關心的另外一個 那個幽靈會員 王 抱歉 那個 是 抱歉 你以為我沒有要聽啊 沒有沒有 抱歉 抱歉 那個另外一個就是委員剛才提到那個 幽靈色眼這個部分 4000多位 比人頭黨員還厲害 4000多位去加賣涉眼 那其中有1000多位是我們鼓勵我們的同仁 外部大概有3000位 我們大概有1000位 我們是希望增加涉眼的這個數量 那他現在根據合作設法的話 是涉眼來選涉眼代表 那涉眼代表再去選理事監事 社群合作是現在的現階段的這個資產大概多少 資產 那假設 因為現在沒有市價 我也不敢亂講 他現在在湖青南路 大約總有個十幾億大概有了 不過他是一個根據合作設法所成立的社團法人 不可是當初是你們所設立的 現在變成 以前的三萬塊很大 以為那裡面才多少錢 不過他現在因為他是個社團法人 他本身就是個社團法人 我知道啦 但是在最近以前 是還是你們可以控制的社團法 在最近以後 就變成人家灌人頭黨員進來以後 你們就慢慢失去了主導權 面對了這十幾億的財產 你們還不積極的互產 你還跟我講說什麼人團法 不要講說這個東西 因為合作設法不要講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東西是國家 應該是國家可以主導控制的 你卻做事的它慢慢的變成 以前是轉投資 被別人現金真正給稀釋掉了 你現在變成被人頭黨員給稀釋掉了 人頭社員給稀釋掉了 你不採取一些作為 所以我們現在努力 努力去增加社員 然後我們盡量去徵集我們的 來 我們通通加入好了 不是啊 好 對 要嚴肅面對啦 你們看怎麼樣去修改 那個合作社的章程 過不了 過不了 所以你們已經沒有辦法主導了 整個檢討過使不上利用 我的感覺使不上利用 這個事情是多久了 從什麼時候開始了 我是這樣勉強 這個案子在 前部裡面有了解到這個狀況 所以我們現在是想說 因為他是社統法人 所以還是要按照社統法人相關規定來做管理 能不能讓台南公司去努力 剛剛提到的社員 鼓勵同仁進去 然後社員不是只有加入社員而已 還有哪些人能加入 要想辦法去爭取到底監視的席次 對 這重點 那個才有裡面組織的 那現在二十一席嘛 二十一席現在我們公司裡面只有六席 對 所以能不能再用公司的這個專業 或者是影響力鼓勵同仁進去這個社員 沒有啊 你還有其他國營事業啊 你政府要玩書人家 玩書客人 八大事業體都有員工耶 八大事業體的員工耶 經營部不夠 你再找交通部 交通部不夠 國軍通通通加入 這是決心的問題嘛 這個要有處理的方法 這個你說你的公權力 沒有辦法去對付少數的 少數的民間團體 少數人來把持我們政府的這個公資產 我就是沒有辦法做事 有那麼多產業的 有那麼多資產的這個社員 眼睜睜看著人家用社員 人頭社員給你灌進去 然後給你稀釋掉 給你處分掉 讓我們政府莫中一事 拿不出辦法 我沒有辦法忍受這個了 對 這沒有 對 好 我想這個案子是 我覺得是不是要做到一個主決議 我們拜託 我們黨團 怎麼社員合作社 你們台糖要編錢給他們 去什麼董監酬療 還有什麼專業 這跟人沒有關係 這跟人沒有關係 這是公司內部的 好好好 好啦 那如果是這樣 這個 我覺得是這樣啦 7200多萬 用人費用 正式的員兒 薪資之董監事的報酬 跟專案服務費啦 這兩筆全數凍結 我認為全數凍結 那你快 你願意在下禮拜五之前 提出你們要有決心的做法 我覺得才可以使得動之 要我招委通過 不好意思 我就替大家擔起這個責任 你們的公權力在哪裡 我就是代表公權力 你們的政府的公權力 要讓我們所有的委員 都看到嗎 這些費用可能要想清楚 是我們公司社員 我們的董事會 我們在董事會裡面的同仁 去行使我們公司的權益的保障的時候 要用到 那你們董事 董監事無能啊 董監事無能 這個照案通過 這個不用講啦 就是你提出口頭報告之後 經所有委員會的同意 這個沒有一個委員 藍樂立委都聽不下去啦 全台灣人 兩千三百萬人都聽不下去啦 整個台場的董監事只知道領錢 結果你的資產全部都讓少數人把著你 你給我公投一下 兩千三百萬人聽得過去嗎 照案通過 72到86 這個67到71 修正 整個全數凍結 董監事無能 72到86 還有這個研發經費啊 不用再講了 72到86 兩億研發經費 這實在是說不過去 你的研發經費 跟你的八大事業 你花了兩億多 我剛才看了 72到86 你們都是這個商業行為 商業模式 行銷管理 財務 那你們做了這個研究 可是呢 你這個研究的報告 不能反映在你的八大事業的績效 那表示你這個研究是有問題的 你們是都給誰研究 你們可以跟我們委員說明一下 你們都給誰研究 是 兩億二的部分 其實它固定費用 就已經佔1億八 佔81% 什麼叫固定費用 就是研究人員的薪資還有一些 你們自己有研發單位喔 有有有 有研究所 那事業部也都有研究員 所以我們很多案子都是自行研究 那除非一些專業的 比如說檢測的 貴重儀器的檢測 或是說 學校教授有特別專業是我們能力不夠的 我們會有一個委辦計畫這樣 那會不會是你們這研究員 這個自己養研究員 可是我們經濟部下有這麼多的財團法人 你要食品的有 食品有 包括農委會下有很多財團研究機構 那沒有辦法來結合經濟部自己 我們有一些營業秘密是不宜對外公開的 所以我們有些研究都是由營業秘密在保護 跟主席跟國務員報告 唐員所以前早期的叫唐士所 是國內少數非常強的研究所 目前已經有一點弱化了 所以目前的員工才只有60位 假如讓我來看唐員所要再加強 要不然的話 財團對於未來 他未來是要靠他的 那請問一下 有沒有什麼樣子 目前有什麼旗艦計畫正在研發中 如果試射機密你就稍微講一下 我舉個例子 我們最近就是在開發一些茶包 茶包看起來很簡單 但是要去拿有些跟中藥材有關的 去買那個中藥材都會有農藥殘留 或者重金屬的問題 那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就自己要去育那個品種 然後自己來種 譬如說最簡單 我們最近開發一個金線連的 然後就是我們自己的人 因為我們農業的底子很強 然後就這樣子開發出來 當初的蝴蝶蘭也是研究所這樣開發出來的 那我只是覺得說現在沒有以前那麼強 但是真的應該加起來 董事長 我跟你講 如果固定費用是1.8億 你也跟他除以12個月 市長一國的人數花多少 就是在研發 老實講這個在 那個在失業的企業體 在民間的營業工作 不可能這樣子搞 你說如果這樣搞 你知道如果這樣子做的話是相當 你知道相當有效 不是不是 對 跟委員報告 你看那個幾多企業的研究單位的經費 還不是這樣子 真的喔 真的喔 一樣 對對對 因為我們人事會用研發人員的人事會大概 包括福利金 獎金其實才八千多萬 這中間有一些是研究所的黃色的維護 修散 還有一些研究儀器的折舊 還有地價稅 黃屋稅 對 那像我們現在最近幾年進了新的博士 其實他們的序星都是從四萬多到五萬 大概也是跟民間的行情是一樣的 大概是這樣 那最近幾年事實上 我們拿了很多的專利 那剛剛委員所關心的 包括我們的甘蔗品種還持續有在做 那我們早去找 好 等一下 沒關係 等一下的話 你們剛剛台糖土地活化及休閒 事業經驗可行研究 在這個案有裡頭 這個也包含在這裡面嗎 應該不是吧 這個是管理研究案 管理研究案 管理研究案這個有關專業服務 我們有些是委外 比如說我高鐵站區要活化 那可能外面的專家會比較了解 或是我有一些 蓄紙廠的這個早氣早渣的怎麼利用評估 或是我台糖公司的永續發展報告書 這個都是要跟外面的專家合作的 其實都有做 沒有沒有 永續報告書我們是每年公告的 這個跟我們的企業形象是有相關的 我總希望你們研發不是一個前坑 不是不是我們都一直準結 跟委員報告 其實我們今年編的預算是比去年少了2700萬 那其實預算都比103年的決算還來得少 對我們這幾年是一直在準結會 我補充一句話 我在唸大學的時候 那個唐勢所開評議會 我在我們系裡面是大勢 因為所有的大牌教授全部都要參加那個評議會 那時候的唐勢所是很 而且日本時代的唐勢所是直屬總督府 是現在沒有到那麼大的影響 但應該要讓他加強 我一直覺得他要加強 那個時候沒有iPhone 現在實在不一樣 不過董事長 妳在說的都是季節就叫780年前的事情 那妳說的是780年後我們來看台糖 我們台糖目前妳有研發 然後妳有經驗的自己的事業體 哪一項成功 哪一項成功 我們還在討論 我們還在討論72到86 所以我們在講說真的是要檢討 所以比如說 我簡單舉個例子 台糖本身所產出來的廢棄物 有沒有資源回收再研發利用 所以剛才妳說早期嘛是不是 我請問 浙渣有些有沒有 你們一定要做到那個什麼 零費機物 是 對不對 所以研發這個部分好不好 我們是資源化利用 我告訴你研發這個 我是來講 我覺得是這樣子 研發老師講的話 是不要把你們台是比較好 但是因為你們成效的做到就是 大家就不放心 是這點的問題 不是想三 而是對你們研發這個歷年來說 展現出來的 這個效能來講的話是 可是這個差距你們覺得做得很好 我們覺得做得不好 不可能好 邱智維邱委員 這個第一個成效 成效不讓我想大家都有共識 預算中心你這麼認為 而且你們一個需要單位 你們不是研究單位 你們是事業單位 事業單位要賺錢 你們是學術單位 你是學術單位 我還沒有話說 你是事業生產單位 你是營業單位 你還編2億多 所以成效又不髒 教育公我覺得 應該要刪除才對 適度算減 但是看你們這樣講那麼多 我覺得大家也都有共識說 最起碼要凍結 刪減部分在凍結 不然這樣 你們績效拿出來跟大家報告之後 能夠說服我們 我們再來解凍 凍結不是說 凍結不是刪除 但是凍結之前要適度的刪減 要適度的刪減 適度的刪減 你們編這些到底 符不符合你們公司經營的目標 你說你要聚焦在核心產業 你的核心產業在綠能還有什麼 健康 這些主題有跟你們核心產業有一致嗎 有有有 基於對研究的期待 雖然你們過去總是讓我們受傷害 但是我們還是要期待 所以這是三二二七動兩千 兩億兩千兩百二十七萬 三兩百二十七萬 凍結兩千萬 還三兩百二十七萬 好 那我們 來 就以這個黃偉哲黃委員的提案來修正通過 那這個徵詢大家的同意 因為我們蘇貞蘇委員他 他有要趕車 那我跳一下 只要各委員同意的話 我們先處理 單獨先處理這個主決議 那因為有跟你們協調過 一百二十九案 一二九 一二九 那這個修正文字如下 來 那個議事人員是 台糖宣讀一下 來 這個部分 因為委員一直關心是移種工業區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 原要求台糖公司應就移工 有兩個月內檢討 向委員提出照樣報告 我的文字是修改這樣子 原要求台糖公司 應針對全國 有ري工土地的使用狀況 於兩周內 予以檢討 並將檢討報告送往立法院經濟文會 並延宜土地資產準則之修正方向 OK 各位完成 OK 可以嗎?現在修正文字的要求 就你的改做兩禮拜就對了 主委 你剛剛念的是說兩週 兩週 兩週 有標準嗎? 不會啦 因為早就告訴你們 中間你用 我是用歸崗跟你紀念的基準日開始算 不是用今天你開始算 幫幫忙 那總經理可以做出來嗎 沒禮法委員跟你們說話都沒有用 每次要選預算的時候 照看來禮法委員 那個感覺就對了 平常跟你們說就沒有那個感覺 不會啦 那就這以蘇委員的修正 好不好 我們要把委員請求 申請給我們一個月 好嗎? 我跟你說 餘律比照國有土地 現在好 我們說遭過五百平 我還要拿著 一個月好嗎? 請給委員我們一個月 好 一個月 好 一個月 今天331 就四月底 好啦 四月底前 四月底前 一個月那就四月底前 提供出來 好 那129就修正通過 那我們現在回過頭 來87、88、89案的審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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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129案 因為連結著那個剛剛 那個社農基金會 社農合作社 我們先把它處理掉 好不好 129 129 129 我會去吃飯我回來 我們有在北東來 有在北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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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121 121 就是那個 你一定要先走 不會 我等一下回來 快點啦 這樣就好了 好 那我們先照原來 87、88、89 對 主席 那個我請求一下 因為87跟133的主決議是一樣的 是 可以一起處理 好 我們先講 預算再講你的主決議 好 謝謝 各位委員這樣的連結有沒有意見 沒有 我們就照這個陳寅陳委員的要求 來87、88、89 來說明一下 我想是這樣 在我們52 好 好 來 好 其實這台塘的土地 很多很多 這個原住民貢獻良多 那過去很多都是我們的這個傳統領域 還有過去祖先在使用的土地 那我們在檢查他們105年的土地 要準備要預售的部分 像特別在這個花蓮光復 花蓮市然後售豐鄉等等 這總共有10筆 這幾筆土地都是在我們原住民族地區啦 那現在就是說 520之後 其實不管是現在的政府 或未來的政府 我們都是一直在推動這個原住民族自治法 那這個自治法的推動呢 最重要就是要把這個原來我們的傳統領域 還給原住民 所以現在原民會已經有在做這個傳統領域的調查 其實已經差不多就是完成之差 沒有公告 所以我想在這個他們公告之前 有疑慮的這些土地 其實是很明顯啦 就是在我們那邊的土地 是不可以再變賣出去的 好來趕快說明 原住民的土地 你們在130案講得很清楚 花蓮縣光復鄉大安段 花蓮市公學段 壽豐鄉平和段 壽豐鄉共和段 共有10筆土地 原住民的土地 那現在陳寅委員 跟黃偉哲委員等 要求這幾筆的土地 先停止變賣 拿出來賣 因為現在原住民委員會 也在做所有原住民土地的一個 整個的檢討 所以萬一你們賣了之後 萬一原住民委員會說 不好意思這個壞土地我要 我要保留用 要做什麼公共用途 結果你去賣了 那我怎麼辦 還要在原住民去編 原委員會去編預算 去把你們買回來嗎 所以我想是配合原住民委員會 的政策這10筆 現在就是停止變賣 可以嗎 做得到嗎 可以嗎 好可以 好那我們133案 我們就照案通過 那這個預算的部分 有沒有 各個委員有沒有意見 87 88 89 這個我跟主席報告一下 因為這個其他營業外費用 大部分是低價稅 絕大部分是低價稅 所以動起來的話 這個變成沒有辦法去處理 義務上執行會有些困難 好 那就預算照列 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 好沒有 我們照案通過 重大之建設事業部分 就是1 來 瓜陳怡無意給我 好來 我確認一下 因為現在他們這個清策裡面 就是說比較明確 比較明確的是 就是說這幾筆是比較明確的 那但是整個傳統領域的劃分 它其實範圍還滿廣的 所以我們不是很確定 這裡面 是不是還有些跨到 我沒有列到這10筆 是不是還有跨到這個傳統領域的部分 所以基本上 而且台塘的整個賣土地的收入 其實是很高 那個比例高出你們一般營業的收入 有沒有 跟委員報告 大概台塘土地的收入主要的就是被徵收 所以像這個地方沒有被徵收的問題 我做這樣的建議 來 求求委員 那個動一點 動一點你們要提出報告 對 你知道陳怡說動五億不用那麼多 好來 動五千萬 來啊這樣子啦 既然是又關 五千啦 動五千萬然後提出報告啦 好 使得動刺 但是他陳 陳怡說動五千萬 對 好動五千萬 但是你的土地 其他的土地其他 這10筆之外還有沒有其他原住民的土地 你們是不是清查一下 這個應該是這樣 因為其實傳統領域的調查也差不多了 完成就是完成蠻多的 那他雖然還沒公告 但是你們是可以跟原民會 對照來做查詢 好不好 好 那這個動作只是會兩個部會去對一下而已 好不好 那就一個禮拜內啦 一個禮拜之內 你們去跟接洽 台塘公司接洽原住民委員會 好 那也同步之後提出報告 你們會完之後提出報告 好 然後今天本委員會同意之後使得通知 好 兩個禮拜之內 先會之後提出報告 那使得通知 好 再來90案到94案 來說明一下 固定資產 一般建築物的設備 一般建築物設備的這個資本支出 那大概都是我們為了維持我們一般的這個房屋 或者是設備的這個維持 那因為糖廠大部分老舊 跟剛才講到的我們有一些的這個更新啦 這個時間到了這個必須要更新 那這個有蠻多是涉及到工業安全 跟食品安全相關的一些這個設備啦 那是不是建築就是能夠照我們原列的這個金額保留隊 更新 他是更新 他是更新 是 這個七個月齁 出席 出席 我建議剪列一點啦 然後凍結一點 好 來您的建議如何 沒有啦 你七個月要將近八圓耶 那 欸 王惠美還剪列百分之三十耶 我沒那麼多啦 這邊 這邊跟 不好意思跟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像我們的這個 像這個橋頭的這個湯坡館 讓這個道路的拓寬等等 都是在這裡處理的 那然後像我們還有那個我們蓄子廠 那這個改水蓮租設 那做早期發電 那其實都是這個都是用這個固定資產一般建築 設備裡面的 你去年幾月算是多少 去年您請等一下 好這個基本上都是公共建設的硬體建設的 費用啦齁 來你們去年結算多少 七億五千三 七億五千三 那所以只增加三 九千 大概三千多萬啦 三千多萬 只增加增列三四千而已 我是覺得照列啦 沒有增加他今天多邊 今年多邊三四千萬 因為這是近 他都是硬體建設的投資啊 那你們要 都跟各個你們的 對因為他不是增加很多就是在固定資產的 所以 減列五趴喔他堅持喔我沒有意見喔 好那我們就減列五趴 五趴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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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麼多啦 我兩千萬就好了啦 好啦兩千萬就好了齁 好 減兩千啦 減兩千 再凍結五千這樣 減列兩千 凍結五千 然後提報告啦 好 這樣減兩千齁齁 這樣減 不是啦 不是啦 這個要給他好處理事 因為現在還有一些 預算執行率的問題 沒有啦 給他好處理事 還有預算執行率的關係 要減 要減 好啦 減兩千 好啦 不要動一下齁 減兩千齁齁 好 來 那就照 簡列兩千 修案通 照案通過 不是照案通過 修站通過 九十四之一 九十四之一 來來來本席的提案 九十四之一 九十四之一 是主決議耶 怎麼會放在這邊 這新的 所以現在是怎麼樣 因為他是 因為要送結 我們有看到 主決議的 金同意要有 使得通知 這個應該在主決議當中啦 好不好 這在主決議 這跟預算 沒有相關 來一起看 其實他整個的 一定是要把那個 貿易的 是 是 好來 這個案子你們說明一下 這有關我高雄市 對 我本席的建議是 希望你們 第一個 兩個條件 第一個保障員工權益 一兩百多個人 第二個 跟我高雄市政府 要去談好 當然土地是加工出口區的 那開發計畫是怎麼樣 是 來 那個我跟主席報告一下 這個案子 上回我跟主席報告 那這個案子主要是牽連到 員工 本來主席 主席那個提案是安置計畫 是 那我們的想法就是說 因為安置下來的話 是不是有好員工 還有不太市政的員工 可能都有 所以上回我跟主席報告就是說 我們假設 假設如果不要回來的話 當然好員工 我們沒有理由請他離開 沒有理由請他離開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個市府他到底要做什麼用途 我們一定會跟他 一定會跟他去談 那你們提出報告之後 使得動資 好嗎 所以我還是凍結 全數凍結 全數凍結 那報告你趕快提出來 我跟主席報告 因為凍結的話假設 他剛好玩意拍賣 我們就沒有辦法接拍 那你的建議是什麼 完全都解凍 是不是我們 我們是一個月內 我們提一個報告 好 可以 好 謝謝 那就不用動資 就不用凍結 你真的提得出來嗎 萬一我 我 我 我先放你們 那你們就 好啊 對 我如果感覺不適合 我感覺全數凍結 一個月後 沒有 那大概也十月份 才會在法拍 你現在 所以你就趕快提出來 預計十月份 所以不差 所以我全數凍結 你就趕快一個月 去跟市政府談一談 然後跟這個 員工的安置計畫提出來 那一個月內 大家都 各方意見都沒有意見 那就動資了 所以你也 要法拍的下一個時程 是十月 不差 好 就全數凍結 在提出書面報告之後 使得動資 資金運用 9596 來提出 來提出說明 台唐 跟委員報告一下 那這部分 就是因為他 委員說要減掉 1億 1億7500萬 那這部分應該是說 依照我們今天 討論增刪的結果 去計算那個角庫數 是希望是這樣子 因為 那個其中有關於 他要減1億7500萬 主要是那個 採用國際準則公告裡面 土地已實現的部分 那這部分 依照 準則的規定 也必須要拿去發放股息 發放股息 對 發放股息怎麼還會要簡列呢 就是希望能夠 就是按照今天 審查的結果 去直接去計算 最終的一個角庫數 那目前為止多少 目前的話是47億 對 什麼目前 我今天大家 股票也1億多了 對 還有幾億啊 有 我們按照最後的股數 就是調整的結果 去計算 所以說如果有多 你們也會 就是直接角庫了嘛 好 那我想這個就 主席 已經到最後了嘛 已經到最後 就是你看之前 我們檢驗多少了 對 就是今天的那個 你們算一下大概檢驗多少了 所以你們建議檢驗多少 自己講 沒有就是 依照我們今天那個審查的結果 審查的結果去分配 因為我們會扣掉10%的法律公機以外 就全部拿來去發放鼓勵 就是發 就是實際上賺到的錢去發放 適度檢驗一下好不好 這是依照規定 好吧那就檢驗1億吧 按照兩個委員所提辦 就是大概不能檢驗 檢驗可能很穩 檢驗1億 一個是1億7千 兩個委員都是檢驗1億7千多 那就照這個檢驗數來通過 因為這樣子可能會影響到 那個中央政府的那個角庫數 我們的角庫數他會跟他配不起來 因為去年度的那個 中央政府總預算已經通過了 你們自己講啊 我就是你們就講個數字啊 就是我們何時去計算 今天應該該角庫 好 那照案通過各個委員有沒有意見 這1億多你會不會影響到你們那個 應該不會 這1億多的話增加進去不會 因為我們有39億的那個股票 股份 所以計算機應該不滿一毛錢 其實這純粹這個有相關法規在規範啦 所以其實這個不是說他們在做投資上 照列啦 對 我是覺得照列 因為這個其實有原因就一定是角庫 而且他不是用在他事業體的開發 或者是硬體建設的投資都不是 是純粹在這個 好啦 這個照列好了 好 那這個預算照列 好 我們決議97案有沒有意見 97有沒有意見 台糖有沒有意見 蘇貞欽委員的要求 這個是提案 沒有 我就照案通過囉 就是照委員的提案通過囉 那做作業啊 唐邪這個東西爭議很大嘛 所以蘇貞欽他希望三個月內 就跟你的唐邪那個合作社的意見是一樣的嘛 好啦 好 977照案通過98 台糖有沒有意見 好 照案通過99 照案通過100案 好 照案通過101 照案通過102 照案通過103 照案通過104 有沒有意見 照案通過 你們自己好好看喔 台糖 這都是委員的強力要求喔 好 OK 好 OK 105案有沒有意見 沒有照案通過106 105案 對對對 105案你們的文字修正 就是 停止徵收 那你們要跟高雄市政府 提出 這個 共同合作的方案之後 才 研領最妥視的方案之後 才來處理 所以這樣的文字 你怎麼的納入 不是停止徵收 是停止催收 停止催收 停止催收 所以說不能說暫緩喔 因停止喔 因立即馬上停止 我加上這個字 暫緩改為 立即馬上 立即停止 那立即停止 對這最遲了 立即停止 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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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修正改成改善好不好 好 那那個租認 租認的身份標準 以我切說 這一句話可不可以 拿掉 就是倒數第二行 第一是按的此租認身份標準 以我切說 這一句話是不是可以 拿掉 我想你們的標準一定是嚴苛 所以這個藍綠的立委 都有提出來你們的 競標都會落入財團 因為一般的農民怎麼可能 一般的小農 一般的原住民 怎麼可能要去給你租用農地 我怎麼可能標得到 所以你的租認身份確實是 不符合我的 這個公共政策啊 所以你們不能接受有缺失 那你要用什麼文字 你要修什麼啊 這藍綠立委都有提出來 所以原住民的立委也提出來 跟眾的農民也都提出來 這個農地出租 但是他並不是只有自然人 他法人也可以來拍啦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如果是用人土 基本上他財團本身就可以來標了嘛 那這樣的話我如果 監對這一個人土的東西 去做處理法 然後是影響到熱市的農民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個部分讓我們來想辦法 把它就是如何保障 對 好那這個案子保留 你們把文字修正提出來 我們再回來討論 主席我是不是建議那個 這個醫有疏失逗點 那五個拿掉就好了 不要 你依依是保留 今天我已經跟你講了 今天整個的 禮拜一的質詢 包括今天早上質詢 已經講很清楚了 你們現在的 不管你用自然人或法人 都還是財團拿去 我的農民原住民 根本都標不到 所以說這個是很嚴重 你質詢有沒有聽進去 所以這個保留去把文字修正 你們要怎麼改的文字修出來 好這保留等一下回來討論 115有沒有意見 115這個是不是我建議 因為後段 後段把它改成倒數的第二行 把它改成要求台湯公司 應設法維持這種合作設置 控制主導權 這樣好不好 以保全國家資產 115來 115對 就邱憶瑩這個 這合作這個問題 剛才是我們預算全數凍結喔 預算是全數凍結 然後你們提出報告之後 使得再來動 再來動之喔 那現在我們 這堂的部分 因為這我跟主席報告喔 那個 已經那個 那個合作設法喔 他跟台黨是完全沒有歷史關係 完全沒有歷史關係 完全沒有歷史關係 所以我們也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去要求他提計算給台糖公司的 所以我建議就是說齁 在倒數的第三行齁 故要求台糖公司 應設法維持這種合作設置 控制 控制主導權 以保全國 全國國家資產 好 這個主導權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盡量去選理事 盡量鼓勵我們同仁去參加社員 然後去選代表 然後再來選理事 我跟這個 不要講那種文字很不好聽啊 我就是要控制你啊 我控制你的主導權 沒有這一定要控制 民間控制的 那可是所有的資產 全部都是我台糖的 都國家的 那他們呢 也打了一年的官司 或一年的仲裁 說他們還是沒有辦法 這是所有的立委都聽不下去的 包括主席 所以他們的那一筆的預算 包括人事費用 跟那個全數凍結 然後呢 請他們提出 剛才次長也很好 有提出建議 那就是真的你要有決心處理嘛 甚至我們台糖下面有八大事業體的員工 你是不是要就全數加入嘛 你看怎麼他就說外面有一百 有四千跟 有四千還是一萬不等的幽靈社員 然後結果他們不能控制 這個說這個 然後讓任由我們國家資產 就只有這少數人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案子 是跟我剛才的 這個預算的總動結來講 是有連動關係啦 OK 我懂這個意思 我只是說文字上看要怎麼說 文字上看要怎麼說 不然外界會說 喔 你就是要來控制我 你就是要主導 主導是我們的目標 那文字上有沒有比較 沒有 這應該要主導 因為這個是 我們如果立法院跟 沒有提出我們的公權力 我們現在是為私人的 所… 剛才我們有滿嚴肅的討論 對 所以用主導權 台唐用這個是對的 OK OK 我沒有意見 我不堅持 好 謝謝 那所以台唐應於一個月內提出 台唐這堂合作的預算案送立法 這個我沒有意見 如果說因為他是社團法人 我們不能介入 好 這句話我可以拿掉 但是你改為你的那個 主控權這個部分 我覺得是應該要加入的 對 應設法為主 這種合作社的主導權 好 蓋成這樣子 好 好 那就 那文字拿過來 文字拿過來 給我們秘書處這邊 你們的主導權 主導權 好 對啊 這個整個 實在太多了 看一下 台唐 對 不是的 對 它主力的 對 它主力的法 對 它主力的法 那你們這樣講 沒有啊 主力的一個 主力的一個 主導權 好啦 可以 好 我們 就照這個 台唐的修正文字通過 好 116案有沒有意見 沒意見 照案通過 117有沒有意見 好 通過 118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119有沒有意見 通過 120有沒有意見 好 通過 121有沒有意見 好 通過 好 通過 121有修正文字 是 來 台唐要不要 這個 我跟主席報告一下 也是一樣 蔗糖 蔗農 合作社 暗友還是 台唐公司附屬 這幾個字 的確它不是台唐公司的附屬 好 所以 那你建議文字是什麼 就把它劃掉就好 就把台唐公司附屬這個部分 把它劃掉 好 就蔗農合作社 好 我想好 那這樣可以 121就刪掉 台唐公司附屬之 好 就到這邊刪掉 那其他 不用 不改 好 那就照修正通過 121 沒意見 修正通過 123 修正通過 124 修正通過 125 抱歉 123的話 商量平準基金條例 因為那個是法律 那個是立法院通過的法律 那能不能加兩個字 就是說 原要求 研究廢紙 研究 加兩個研究好了 因為 平準基金條例 是立法院通過的條例 好 委員有沒有意見 對 沒有 我們就修正通過 124 來 就原要求研究 研究 我只是報告一下說 好 來 124 有沒有意見 沒有 125有沒有意見 沒有 126有沒有意見 沒有 好 那 127 這個剛才已經 改列了 94之一了 已經討論過了 128 有沒有意見 沒有 129 沒有意見 130有沒有意見 沒有 131有沒有意見 129的修正 我剛才有 已經討論過了 剛才有 剛才有 爭求大家同意 一連動討論了 蘇之分蘇委員 因為他趕時間 所以在預算的時候 我爭求在場委員同意 先討論他的 好 129的部分 我報告廖委員 我們是非常嚴格的 對 非常嚴格的 全書凍結 我們是全書凍結 對 我們是非常嚴格的 130 沒有放水了 130 130案 沒有意見 通過 131有沒有意見 沒有 132有沒有意見 這個我跟主席報告一下 134 134 那個後段 後段建議該公司 建議該公司 將處理投資不動產 獲利情形 13個月內 向立法院經紀委員提出專案報告 就是把那個應足點減少 處分投資資不動產 10% 這幾個字畫掉 我覺得3個月太久了 5 5 我覺得4月底前 你要做 不管就是我們一個階段性 你要3個月已經超過520了 那不管怎麼樣 就是說我負責任的 可以 所以你覺得什麼時候 5月初好不好 可以 5月15號以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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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13 一段我要畫掉 就是那個 那個是建議你們 建議你們要逐年減少 不是說叫你一年 是建議而已 那是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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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月改為 這個5月15號以前 好 135有沒有意見 沒有 照案通 136有沒有意見 沒有照案通 137有沒有意見 好照案通過 我們回來 還有新增案件 沒有 還有我們一個保留案 那個 保留案 喔 來 保留案 第幾案 這是 114主決議 來 大家翻一下 主決議14 你們的修正文字 他有把修正改成的 這個 這個不畫掉嗎 沒有 沒有不可以 114案 來 剛才有 好 那報告委 報告主席 我們就 把那個提出修正方案改成 並提出改善方案就好 就改兩個字就好 改兩個字 好 對啊 確有 你的資格確實有缺失啊 對啊 好 將修正改為改善兩個字 好 那有新增提案 請宣讀 提案138 提案138 原要求台唐持有之住宅用地建地處有特定情況歷史因素外應以租用為原則且若採合建方式以不超過1000平為原則以維護國營事業資產提案人黃偉哲等委員宣讀完畢 先宣讀吧 來我們這個提案台唐有沒有意見 沒意見就照案通過囉 跟主席報告 那個核建案不超過1000平 那等於都不要坐牢 那核建案都不能推啦 我們的地譬如說現在台南復讀薪發回來的地二十幾公頃 然後裡面大概有十公頃是住宅地 然後假如核建案不超過1000平 那這個將來就一直養地 黃偉原的意思是說你們雖然說賣土地或者是用變相的核建的方式來賣土地 這是他不能接受的 所以他希望你們用不要用核建案的方式來出售你們自己的土地 他對這個方式你們變相手段他我們是覺得這個不滿意的 這個是我跟主席報告 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他才說你們應該以租用為主採核建的方式的話 那就是縮小打擊面嘛 就是我就1000平之內我是可以採核建的嘛 我跟主席報告可不可以加兩個字 再倒數第三檔 應研究以租用為原則 研究租用喔這個放水很大 不會啦不會啦 現在所有藍綠綠也都說你們在賣土地都靠賣土地啊 那所以你現在用核建的方式來賣土地就是大家都不會同意啊 這個 這個我把主席跟國委員報告齁 那個他整個就是我剛才那一句話我還是重新報告一會兒 就是說他整個都是計畫他有他的有他的目的了 住宅用地的話他最終還是要蓋住宅 最終還是蓋住宅 那你現在這個住宅假設我們不是放這個土地出去 我們把那種租用 租用出去的話 他蓋住宅是在台灣恐怕沒有辦法處理的 我們不像國外 自在難行 的確會自在難行 而且跟今天省的預算 都有這一筆的收入耶 你現在把他限制一千坪 那今天預算全部要重出來了 好所以你們文字要怎麼建議 加個研究好不好 我們也跟黃衍再來報告討論這個案子 好那就是請你們一個月內這個研議方案 好好不好提出來研議方案 來廖國東廖委員來 好了嗎好你這個案好了嗎 OK 那抱歉抱歉我要回頭看一下134報告主席 131號 131號 沒有給他一個期限喔 他們就給我偷偷一年也有可能 好 我也要求三個月之內了 好 只是建請而已喔 你們三個月之內提出這個相關的這個措施 我們一樣5月15號以前好不好 不要三個月啦 好 3個月15 5月15更好啊 比我那個還寬鬆 好來 應該更嚴格的不是寬鬆的 更嚴格 好啦 對 就是5月15 OK 5月16你沒關係啦 增加喔 增加喔 來 因為53個月就超過52 最後一案多多人記得 當然我也很討厭說台糖這樣都引脈土地 變成台糖土地開發公司 本業經營就沒有這個積極獲利的狀況 但是如果這樣主決意做下去 會讓你們自然難行的話 這樣也有問題啦 不會啊 如果有特殊狀況再算不回 要聽他們說到最少 到底如果這個解決下去 你們這些 今天所列的這些預算 能不能付出實現 大概有30多幾案 沒有啦 138啦 會大概有30 沒有 你要怎麼改 怎麼改成 所以研究嘛 這個我們家的然後再再來 對 不是 我一件這樣啦 這個問題啦 要不然這樣好了啦 來啦 這個 這個沒有涉及預算的部分嘛 應以租用為主 那你研議啦 目前 沒有沒有 你現在就是暫緩所有的核進案嘛 那你一個月內提出 你的這個方案來 現在暫停所有的這個核進案 暫停一個月內 因為你現在 你給你研議 像你說我建政研議 啊我如果研議研議 你如果是繼續 你賣那麼快的加速 加速 加速的賣賣主產啊 對啊 那所以我現在就是 進行中就暫停啊 就一個月內嘛 那你如果兩個禮拜趕快 這個問題很嚴肅 好 我們也都很清楚 你的土地 我也不能讓你拖 你現在有進行中的 那但是說你賣土地這件事情 是所有藍綠立委都不能 對 那可能會造成他們有違約的問題 所以他如果一個禮拜之內 就是他們能夠執行當中的 齁 執行當中你已經賣完了嘛 啊所以我是覺得說 所以能夠暫停你一個月內 提出來快快的提出你的 你的檢討方案嘛 那對於那你就很清楚講 我在進行當中的我涉及有幾案 如果我違約的話會有什麼損失 那對於我未來要標的 好的案子 我覺得這個才是你要趕快的 很面對這個問題 我想委員的這個利益 我們都很清楚了 就是說要實務上可行 不會造成一些法律上的問題 那我是建議說執行當中 或者是已經在進行當中的案子 還是去研究看看能不能以 不要用原來的方式去走 但是那個不要把它一刀卸下去做 這個要暫停下來 因為那有目前在執行當中7月的問題 那另外就是說能不能 比如說106年度以後 然後的計畫就先暫停 研究報告出來以後 我們這邊看過以後再再來處理 好 我想次長做得很清楚的建議 那這文字看怎麼修 我這個案子138案先保留下來 下年度開始應以租用為原則好不好 下年度開始 就是民國106年開始 那今年就先賣掉了 沒有啦 今年大概就是進行中的 沒有執行中 他還是檢討嘛 就是說 你一個月內還是提出來 在執行當中的 有沒有可能朝向租用的可能性 剛才次長他也做這樣的建議了嘛 這樣這樣 書記我建議一下 我建議一下 就是說 應以租用為原則前面 從下年度起 應租租用為原則 那 今年度已進行這案子 落彩核建分建案 請進行檢討 一個月內提出檢討 我跟你講 我再開一個門 開更高啦 就是說 106年度以後 如果要用核建的話 應該要報佈核准 報復 對啦 我開個門給你啊 我沒有說全面禁止 這個特殊案例的話再送啦 報復也沒用啦 送 報怨啦 報怨啦 沒有報復好不好 不是啦 我是覺得這樣好不好 這個 韋哲 要專案送你 這種經濟委員會啦 我這個我倒不 我覺得這個還是 經濟行為還是經濟行為 但是我們的原則就是 你不要賣賣賣 不是不讓你賣啦 對 106年度為 你租用為原則 106以後 以租用原則 我覺得次長的建議非常的完整 好 次長你說 是不是把次長您的文字 這個案子我先保留 好不好 那 對 你們寫出來 次長你說 把文字討論一下 我們都可以接受 幕僚協助一下好不好 幕僚協助一下次長一下 來 好 那我們跳下一個 我們已經最後一案了 哈哈 好 那要不然我們就是先 他那個 他那個政農合作社的呢 有 通過了喔 沒有啊 政農合作社那個 那個高智鵬那個提案 有啦有啦 121啊 對 有 有 我們是可能做 工工委那個 文字修正 我是不是138案 好來 我們先看138案來 文字上看看這樣是不是恰當 原要求台南公司持有之住宅用地建地 自106年度起 除 這照原來的文字 除有特定情況歷史因素外 因檢討與住用而原則 那等一下就最後一段 這個檢討報告 要在多久時間裡面提出來 一個月內 那一千坪的範圍就沒有就對了 不 還是一樣維持 其他都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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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如果是要變成把檢討拿掉 我就看台南公司有沒有困難 我沒有意見 所以你除有特定情況歷史因素外 經經濟部核准 不要啦 經濟部核准 那我會很 那我這樣吧 可是我真的不想你們一直這樣賣土地啊 所以現在說台南公司如果能夠接受這個 就是106年度就是先停下來 然後你們要提出一個檢討報告 因為那重點還是那個檢討報告 你要開什麼樣的條件 對 那個要有個條件 對啦 我可以 我可以尊重你們專業 尊重你們專業 這個我跟主席跟各位委員報告 因為住宅用地還是真的最後還是要蓋住宅 那假設租用的話 以目前 以目前這樣出租 我認為出租出去的可能性才真的不高 沒有關係你就提出來啊 那是你現在講的是 總經理現在講的是進行中的案子 好 那你 明年 明年 今年度的搞不好就先推推看 那如果檢討的報告是沒有辦法的 是自愛難行的 那我們就經營委員會就把它取 就把你那個 消掉了 他是給他們一個實現 比如說10月以前 就是我們報告 就是我們報告 一定要出來 半年出來好不好 我們就把那個 內部的一些問題 我們提出來 寫一下 然後提個報告 你們在年底 差不多10月啦 好 那我們就可以決定 明年要不要繼續這個政策嘛 好不好 主席 我們就給他10月以前要提出 這麼寬鬆喔 10月喔 我的5月15 我們講明年的事啊 早一點啦 5月15號以前 你就要對現實 5月15號以前 你對於現行 執行當中的案子 你就要提出 你的檢討報告 研議 是否可以朝向租用的原原則 來檢討你現有的執行案子 那106年以後的 那就是 以這個租用為主 106年就是你還沒有執行嘛 你根本還沒有拿出去標嘛 所以說這邊再加上 我看要怎麼加齁 原要求台檔 提出報告是主席才是 我們可以提出報告 但是我就說 跟主席跟各位委員報告就是說齁 因為 住宅去用地去出租 你不要再改稅了好不好 你這個 我已經講很清楚了 在5月15號以前 你針對你現在已經執行到案子 你把每一個案子都抽屍剝檢出來 今天我如果朝向租用的話 每一個案子 我朝向租用你會有什麼樣的衝擊 你就列出來嘛 你就不要再講了嘛 難道你這麼多案子沒有一件 通通都是可以的嗎 我不相信 都沒有可以朝向租用的可能性嗎 好啦好啦來 喔 OK好 好那這個 你們修正一下 就是以原本 對就是針對原本 對就是針對原本 那是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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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可以 好 你們要再拼命 對 好 可以啦 沒力了 沒力了 沒有力了 在最後面加一句 病於5月15日前 針對現有之建案提出檢討報告 現有執行的那個 那個 合建案 只有合建案嘛 就針對現有執行 進行中的 進行中的這個合建案 提出 逐項提出檢討的這個報告 好 好 那就這樣來 好 來 好 欸好 我服務委員啦 這個管閉官員說 他希望我們等一下 因為他對台糖的案子有一些意見 那 等一下再等多久 他等多久 你要等多久 他現在在走路 我 我真的都服務各委員 你每個委員的訴求 我都 我都是 都滿足的 真的 待會兒等一下台糖處理完 中油之間 先讓大家吃個飯 我有有 我本來就是要這樣做 要休息多久 現在我台東要一個結束後 吃飯了 要吃多久 15分鐘 15分鐘 我用分的 20分鐘好了 我是這樣啦 我本來的意思是說 因為我們還要練修正動議 那其實就是不休息 就是同樣練 然後便當發下去就吃 我的意思是這樣子啦 那但是因為你管委員要來 要不然本來我就要讓他練修正動議了 那大家就吃飯了啦 那大家就吃飯了啦 那你就是條意見我聽你講 管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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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讀 那這個當中發下便當 那自行處理 來 用 我們都是這樣的 我們今天委員都這樣的 對啦 我們都這樣 你有哪個案件你交代給我 我幫你處理 哈哈 市長還要休息一下 我覺得會 我覺得會測 謝謝 兩腳一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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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要求什麼 你可以趕快要求 你講可能的話 我們都說他 就是把那種 做的 好不好 你要讀嘛 謝謝 已經最後那個案決議了 本來是 報告委員會 開始要進行宣讀囉 好了 報告委員會宣讀協商結論 中華民國105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附屬單位預算 營業部分 台灣唐業股份有限公司 委員提案處理如下 完全 營業走收入部分 第一案至第六案併案處理 增列五千萬元 令第三案第四案 改凍結20% 提書面報告後 使得動資 並將提案及聯署人均列入 營業總支出部分 第七案 不予通過預算照列 第八案 不予通過預算照列 第九案第十案合併處理 簡列一千七百萬元 第十一案 照案通過 第十二案 不予通過 預算照列 第十三案 第十四案 合併處理 簡列一千萬元 第十五案 第十六案 合併處理 通過第十六案 凍結十分之一 提出書面報告後 使得動資 第十七案 不予通過 預算照列 第十八案 第十九案 第二十案 合併處理 簡列五百萬元 第二十一案 第二十二案 第二十三案 合併處理 簡列一百萬元 第二十四案 不予通過 預算照列 第二十五案 二十六案 二十七案 第二十八案 第二十九案 第三十案 第三十一案 並案處理 簡列八千萬元 第三十二案 第三十三案 第三十四案 第三十五案 合併處理 不予通過 預算照列 第三十六案 第三十七案 第三十八案 不予通過 預算照列 第三十九案 第四十案 第四十一案 第四十二案 第四十三案 第四十四案 一直到第五十一案 簡列五百萬元 第五十二案 第五十三案 第五十四案 不予通過 預算照列 第五十五案 第五十六案 第五十七案 第五十八案 第五十九案 及第六十一案 不予通過 預算照列 第六十二案 第六十三案 第六十四案 第六十五案 第六十六案 凍結三千萬元 提出具體改善計畫之專案報告 並經本會委員同意後 使得動之 第六十七案 修正 修正 第六十五案 第六十五案 因為第三十八案 確實有一個重大瑕疵 那表示我們通過這個案 是我們委員會開了一個口 讓台唐可以在一千坪以下 去跟人家合見 那個文字是這個意思 我們處理一下 這個案不可以這樣通過 我們有修正文字 請秘書處把修正文字 給管委員 那這個案子先請保留 沒有 因為大家已經充分 我們討論很久 討論很久 那你修正動議的部分 因為你也沒有在場 所以大家真的 有拜託說 我趕快衝過來 我們都已經大家都在等你了 等了快五個分鐘內了 所以 那大家委員有在講啊 說那是不是公通過了 從辦公室 好來那個 我們做 一百百十十八案保留 繼續先讀 第六十七案 第六十八案 第六九案 第七十案 第七十一案 並案處理 已通過第六十七案 管理費用 及服務費用 專業服務費 均元素凍結 提出公案報告 並經本會委員同意後 使得動之 第七十二案 第七十三案 第七十四案 第七十五案 一直到第八十六案 簡列二百二十七萬元 令凍結二千萬元 提出書面報告後 使得動之 第八十七案 第八十八案 第八十九案 凍結五千萬元 於二週內提出書面報告 經本會委員同意後 使得動之 重大建設事業部分 第九十一案 九十一案 九十二案 九十三案 九十四案 簡列二千萬元 第九十四之一案 全數凍結 提出書面報告後 使得動之 第九十五案 第九十六案 不予通過 預算照列 另外就決議的部分 九十七案 九十八案 均照案通過 九十九案 一百案 一百零一案 一百零二案 一百零三案 一百零四案 均照案通過 第一百零五案 修正通過 修正內容為 最後第二行 台南公司 應暫緩 暫緩二次刪除 台南公司 應立即停止 吹角程序 其餘照原題案內容通過 第一百零六案 第一百零七案 第一百零八案 第一百零九案 第一百零九案 第一百零十案 第一百零十一案 第一百零十二案 均照案通過 第一百零三案 修正通過 修正內容為 倒數第二行 提出修正方案 修正改成 提出改善方案 其餘照原題案內容通過 第一百零十四案 修正通過 修正內容為 最後一行 提出修正方案 修正一樣 修改為改善 後照原題案內容通過 第一百零十五案 修正通過 第一百零十五案 修正為 在倒數第三行的部分 故要求台唐公司 應設法維持 浙龍合作社之主導權 以保全國家資產 修正原題案內容通過 第一百零十六案 第一百零十七案 第一百零十八案 第一百零十九案 第一百零十二十案 均照案通過 第一百零十一案 修正通過 修正為 在第一行自台唐公司附屬之 這些文字刪除後 其餘照原題案內容通過 第一百零十二案 照案通過 第一百零十三案 修正通過 修正內容為 在倒數第二行 原要求廢紙 在要求之後 增列 原要求研議 研議兩個字 其餘照原題案內容通過 第一百零十四案 第一百零十五案 第一百零十六案 均照案通過 第一百零十七案 已經改列為九四之一案 第一百二十八案 照案通過 第一百二十九案 修正通過 修正內容為 在第四行 超過五千坪 這些文字刪除 然後在倒數第三行部分 原要求 台唐公司 應於一週 一個月內 針對全國有 以供土地的使用狀況 於一個月內 予以檢討 並 將檢討報告 送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並願意土地資產準則之修正方向 其餘照原題案內容通過 第一百三十案 照案通過 第一百三十一案 修正通過 修正為 增列 建井台唐公司 於五月十五日以前等文字 其餘照原題案內容通過 第一百三十二案 第一百三十三案 照案通過 第一百三十四案 修正通過 修正為 倒數第二行 於三個月內 修正為 於五月十五日以前 其餘照原題案內容通過 第一百三十五案 第一百三十六案 第一百三十七案 修正照案通過 第一百三十八案 暫行保留 報告委員會宣讀完畢 好 那這個 好 請問 各位委員 一百三十八案先暫行保留 那除一百三十八案以外 所有委員提出的 修正動議及提案的部分 照剛才宣讀的協三結論通過 沒有修正動議的部分 均照列或隨同調整 請問有無異議 好 沒有異議照案通過 本次的決議 文字授權主席 及議事人員來整理 徐真偉 徐委員所提書面質詢列入 紀錄刊登公報 好 我們現在因為台唐的預算審查 結束 所以我先休息15分鐘 做換場的動作 先休息15分鐘 那這個相關單位 就可以進行用餐 好 謝謝 好 什麼預算包 但一百三十八要處理啊 還是要處理啊 好 但是不 主席 他們說核建的案有十幾個案 好 知識體大 那我們現在下來協調138案 那個知識體大 來 來 我們針對138案 剛才的文字修正 最後的文字修正是這樣 那我們再針對這些文字修正的部分 來做討論 來 那管委員你的意思 來 管委員你的意思 他們加上105年已經做了 已經正在做了 來這樣 我這樣的建議修正 一管委員的要求 好 那 呃 原要求台唐只有之住宅用地建地 自106年起 完全禁止啦 完全禁止核建放案 那针对完全禁止合建案 以维护国营事业之资产 后面的什么除有特定情况历史因素 应以租用为主取采合建方式 不超过一千平委员的全数删除 再来加上第二段 停止目前所有的合建案 于5月15号以前提出所有现行案子的检讨 经本委员通过之后 再行决议是否进行 这样的决议官委员有没有做修正 反正台塘现在的土地 第一个就是租或合建两种 合建也是一种处分土地的方式 只是卖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那些土地也等于卖一半给自己 卖一半给别人 合建 所以其实也是处分土地 现在问题是台塘的土地 如果全部百分之百国营都没有问题 但是因为它有3%多的民股 那因此就会变成是 公有土地处分之后的利益 会跑到那3%的民股的身上去 这跟我们国公有土地的管理上面来讲 这是一个漏洞嘛 就是它会有 它会有处分国有土地 当中的公有土地 处分国家的资产 可是呢利益却会归到民股身上的问题嘛 那这些民股其实是转型正义当中要处理的部分 就卡在这些民股台塘所有的土地都不能够上缴 都不能够上缴给国有财产 国有财产署 然后去做更有效的属于国家资产的一种管理嘛 我百分之百是国家资产的话没有问题嘛 就那些民股 那些民股里面有大陆人嘛 有那个金元券 金元券 有啦你们都提存嘛 对呀你们就冻结 冻结股权但是提存起来啊 将来将来他们还是有权啊 对不对 那有一部分是当初什么金元券时期弄来的嘛 那另外是有一部分是很短暂的时间 你们去股票上市的那些民股嘛 那那个其实我觉得郑本清远之道 其实是应该透过法律 把转型正义处理完 那些民股一定要把它处理完 你们的管理才会适当啦 所以我是觉得应该 因为106年以后 也有105年到106年之间的这一个空窗嘛 等于是授权他们这个空窗 可以再去处理新的核建案嘛 你的文字是这样 所以就照你那个意思 不要让人家误解嘛 就是除进行中之核建案外 全部以租用为原则嘛 就不是用时间点啦 就除现在正进行核建中之案件外 那另外 核建中的案件 看你们是几个月内拿来说明嘛 其中如果有不涉及违约等等 有更适当的管理方式的 可以另做处理嘛 那个东西你们就一个月内 或者是什么时候拿来报告 应该是这样的理由下去修文字好不好 这样才对啦 你用那个时间点 用那个106年不对啦 做几点说明啦 第一个就是说 民股目前是3.5% 那这些民股有些就是当初台糖 从四大株式会社并起来的时候 那个四大株式会社当初就并了 台湾的一些民间的 包括土地或者是工厂 所以它本身就是日本的株式会社 就含着民股 所以 我想这个跟今天这个决议的内容 没有 我知道 我要讲的就是说 因为他们是这样过来的 所以现在在讲说 这些土地的处分的结果有利益 会分配到民股 在我的认知上是合理的 我觉得是合理的 因为他们是股东嘛 转型正义是这样啦 有很多合理有很多不合理啦 我们接收日本时代来了以后 并了非常多的土地 甚至于民国35年以前 祖先就在这里住的土地 有一大堆你们都把它当作占用 要拆屋还地啦 只不过是这几家 他们刚好幸运 当时他们有股份嘛 对不对 是因为这样嘛 所以我是认为 这所有的一切是转型正义 要去处理到事业机构的问题 台影也有这种问题啦 但是那个跟今天的决议是无关 只是它是一个大架构 就是卡在这些民股 让台糖的土地都没有办法 变成是百分之百的国有土地 然后可以去做最合理的运用嘛 它全部都掌握在你们台糖的手中嘛 就没办法上缴给国有财产署嘛 也没有办法上缴给国有财产署以后 给地方政府去活用嘛 都没办法嘛 就只因为卡了这么三点多%的民股 然后那三点多%的民股 明明就应该要用一个特别条例去处理的 我想提个建议看看台南公司政委 这样恰不恰掉 其实管委员刚刚的这个说明 跟我们原来的用意是一样的 我们只是担心说进行当中的案子 会牵涉到违约的问题 那如果说除了在进行当中的之外 就停下来 那未来因为这个停下来 它没有一个条文或者是条款说 以后如果达到某种程度 就可以再有的恢复还是这样的一个文字 所以我们那个检讨报告 我建议说检讨报告你们要把 现在执行当中的这些 包括刚刚委员提到的 转型正义的这些问题 在你们检讨报告里面 也把它带出来 看看以后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 经过委员会这边讨论过以后 决议说这样子是合理的 那个解冻的条件形成的时候 这个主决议才来做修正 所以我是建议说 其实就是照广远刚刚讲的 我们在处理这个案子的过程当中 现在就是暂停的状况 然后这个暂停是强制性的暂停 从新年度执行中的案子以外的 就暂停了 那这样子的 就是执行中的案子之外 除执行中的和解案之外 那些都是在执行中的 你要知道 我跟你们讲 委员这个文字已经非常非常的体谅你们 应以租用为原则 这种文字 都已经很放水了 就是现有正执行中的案件之外 我想就是 应以租用为原则 就是我们整个检讨 那这边报告 就形成新的共识 再看怎么做 就不要用106年 就用除现有进行中之 合建案之外 全采租用为原则 然后进行中之合建案于 看是一个月还是两个 5月15日以前 提那个检讨报告给我们委员会 这样子啦 就不要用时间啦 好 可以 但是你没有按 你除了 你现在没有 你现在进行 根本没有 你除了进行中的案子 其他都没有拿出来标啊 你怎么会有那些案子呢 所以你只有进行案子 就10多案而已 这10多案就是这个 你其他的东西 你根本都还没有 就是说不要再去做规划 不要再去做逗讯的处理 是这样子 如果没有新的主决议出来之前 这个案子就是有效的 那现在我刚刚的建议是说 因为检讨过以后 总有一个结论会出来 以后怎么处理 在这边要不要写 不写也没关系 不写也没关系 好 所以原要求台塘持有之住宅土地 就是说检释目前 所有在进行中的合建案 于5月15号以前 这个提出 向立法院建计委员会 提出检讨报告 那之后 我们也就不要去讲 还是你们觉得之后 就完全说 完全是以租用为主 以租用为原则 来做相关案子的一个提案 就这样 好 我再讲一次 原要求台塘持有之住宅用地 检释目前所有的合建案 于5月15号以前 向立法院经济委员会 提出检讨报告 就这样 这是一个 或者再加上 这边的文字之后 方案2 这个文字之后 再加 之后的所有的合建案 仅以租用为原则 然后做 仅以租用为原则 来做台塘在这相关的提案 我再进一步修正一下 就是根据主席的这个做基础 就是原台塘持有之土地 其实也不一定住宅用地 除现有之合建案外 应以租用为原则 而现有租用之土地 如何如何这样子 我本来是土地没有加住宅 那住宅跳起来之后 很生气地跳起来之后 或者就加上住宅 那邱志伟很不高兴的人 就加上106年度 那现在又要 我不知道要摆摆 跟主席这样子好不好 就是一个建议 就是我们那个保留 可以保留到 就是说譬如说 我们有各部会这样子审下来 那有一些保留案 要充分地去讨论的时候 不是 我们就保留到委员会 最后留一个半天 做未审讯案件一次处理 所以我们就剩下这个案子而已 我们现在所有刚才的审查 不是 因为我们还有别的 我们还有别的部会啊 还有别的部会 我们就把它弄成 所有部会的未审讯案 我们在那个交通委员会 都这样处理 就是每一个 如果我们今天保留 譬如说苏志分委员 他现在不在现场 我们刚才都讨论了 他有在现场 他刚才都有在现场 没有 因为现在又有新的修正 他不在嘛 所以如果这个保留 然后我们就保留成 找最后一次 把所有各部会的 未审讯案一次审 这样子 好 我们先针对138案 这个部分来做讨论 我就是保留到未审讯 我是建议保留到未审讯 我想因为我们刚才 有很充分的讨论 所以我们可以很严格的 来要求 像我刚才就讲说 其实不能检视 目前所有的案子 你应该停止 所有目前的所有的合进案 当然你会说到 你会触及到 你目前合约的问题 那你只要5月 就是说停止现在目前案 直到5月15号以前 你的检讨报告出来 而且也直到你的立法院 经济委员会同意之后 你再继续进行你目前的 这个执行的案子 好 所以你的案子 那我刚才讲 你这10多个案子 朝向 租用为原则 你既然这10个案子 合约有没有可能变更 那我就说你足以的检视 也许你过来告诉说 真的这个真的不行 我冲击带踏 我付出的台糖的成本太高 好 那所以我就说 本来是应该停止 现在所有 我刚才已经讲了 停止所有 那你们说又要 那个 所以我是觉得 停止现在所有的合进案 然后直到5月15号以前 你的检讨报告出来 那经立法院的委员会同意 那你们就再讲说 我们在社会检讨一下 这个冲击如何 也许真的有可能改善的可能性 有些一两个案子 是可以朝向 租用的可能性 那我们就来修改合约 对不对 来那个董事长 我是不是做几个建议 第一个就是 已经执行中 已经签约在执行的部分 我觉得我们就是 把它端出来做个检视 是的 但是不要说把它停掉 因为停到马上 变成违约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 那可以端出来 大家来看 第二个就是未来的部分 那现在我们先定个原则说 以租用的为原则 那我们在5月15号之前 就把这个报告拿出来 大家来检讨看看 是不是要维持它的原则 还是说有更大的空间 到时候再来谈 好不好 那这样子 融合一下 检视目前所有的核进案 朝向核租的检讨方向 于5月15号以前 向立法院经纪委员会提出检讨报告 就是检视目前所有的 没有嘛 你现在就要朝向租 听清楚董事长 是 我刚刚讲 原要求台糖 之用地 的所有用地 检视目前所有的核进案 朝向核租方向的检讨 于5月15号前 提出 逐项提出 检讨报告 然后呢 像立法院 这个向立法院经纪委员会 逐项提出 这个检讨报告 那你这十几个案子当中 你就会去告诉我们说 好 我现在 有没有可能 哪几个案子 是绝对不可能 用 我如果朝向用 朱用的话 我会有什么冲击 那有些案子 是有空间 因为你合约 每个案子 合约怎么定 可能都应该还有 还是有很大的差 有一些大同小 也有一些 很大的差别 对都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你去检视它 但是你朝向 这个 朝向这个核建案的 评估检讨 来给我们提出 这样的报告 好吗 我们把它报告来 好来 补充 那就漏掉了 那个 以住院为原则的部分 所以我是想说 在主席的 那个基础之下 再加一个 就是这样 就是原要求 台塘持有之住宅用地 建地 除现有执行中 核建案之外 应以住院为原则 于现有执行中 这核建案 就照你接的那一块 那你这样就更宽松了 没有啊 不宽松 我就说 于现有的核建案 就接你那一块 你就来了 现有的核建案 对啊 就接你那里 但是在现有的核建案 之前要要求他们 除了这个之外 一定要以住院为原则 那个要加进去 对刚才我也是有讲 没有 刚刚没有那一块 对对对 意思就是一样 好 来 好了吗 我再念一次 好 来 为什么这个叫做 于现有的核建案外 没有啊 我就执行现有的 关委员来 你的建议是原则 台塘 只有 我觉得是所有的 所有的用地 所以我们就是 所有的用地 一定要用地在吗 工业地他们会做开发 也不要 也要用核枢的 工业地也不能用卖的 所以我是说 所有的用地 他希望用核 他不要卖 他希望用核 他不要卖 不要不要 我要这个 我觉得标准要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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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因为个人或说工业用地 他要怎么样 他就不规范在里面 那也不对呢 他应该是需要卖 他应该是需要 这所有用地 所有只有所有用地 那重点是在你们未来我们台塘的整个土地 所以你是要保存下来 让他继续做农的 还要卖 不是 也有工业用地 也有工业用地的可能 今天谈的不包括农租 那就是住宅 好吧 那就是住宅用地 人要求只有住宅用地 住宅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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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不同的科目 不同的科目 对 不同的科目 住宅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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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间地啊 不用了 房屋 那您的建議是於所有的 性有的 但是你這樣會採取性有的 這樣不對 性有的 對,剛才我就是這樣講 對 沒有我的這樣重複了 我的部分這樣重複了 對 除現行我的命令 除現行 除我的部分 料板之外 你寫一下 現有的部分都要停止 因為其實那個停止 現有的都要停止 所以我會衝擊到他的這個檢查 你到底是怎樣 現在到底是怎樣 沒有問題 請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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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土地都不能賣了 也沒有核建的問題了 所有土地的使用 完全是以租用為原則 所以不能用 所有核建案目前的檢討 以及所有的土地 目前是以租用為原則 所以這應該是說 不要去講到租用 而是凡所有目前裁判的土地 就是未執行的土地 要這樣全面性 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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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很大的故意 就是 目前那個 零星的記憶 會不接著 加那個 那個 那要拿回來 來喔 來 OK 來 好 沒有我們今天完了 只剩下這個案子 來 來那個 台糖的文字 針對所有目前的文字 不是進行中 這是後面 所有 目前 不是進行中 這是後面 所有 目前的土地 目前 所有的土地 目前 所有的土地 目前 所有的土地 你就排除你的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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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只在意你嗎 就是 要不然就把它 助餐用地 計較在助餐 就是委員剛才那個 剛剛 早一些時間所結 就是助餐 大面積土地 好 大面積土地 不可以用大面積喔 對啊 你就把 你那個麒麟地 你就 他原來有 除特殊因素 沒關係我把文字修正出來 供大家討論 好不好 沒有啦 不行啦 對 所以委員要求 持有資 做土地 應以 要求 牌常持有資 做商用地 應以 應以作用為原則 對 應以作用為原則 對 針對 限有 你這樣都會限制到 會不會限制到你的 規因者 規因者而已 那規因者 規因者 規因者 我們在執行的時候 OK 好 那你現在剛剛講到說 你的規因者應該是要排除的 對 對 你目前所執行中的分解案 因為 就提出 不是 執行中的個案 不是 你目前所有執行中的 這配合我的那個文字 來 來你們來 來你們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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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我們修正這樣,來各位委員提出說明 向各位委員 沒有 我們現在文件是這樣子 就是,你看看這樣 就是人要求採訪只有所有住商用地 應以自用或租用為原則 然後再接,以自用租用的角度 檢視所有,目前所有執行中的案子 於5月4號以前 向經紀委員會提出逐項 提出逐項的檢查報告 這樣子,所以沒有一個難度 好,這樣很嚴格了 好,來,我們的修正文字如下 我們再來討論一次 原要求台糖持有之所有住商用地 所以,應以自用或施租用為原則 以租用以上述之原則 檢視目前,並以上訴 這個上訴的這個原則 檢視目前所有的 進行中的核建案 於5月15號以前 向立法院經紀委員會 提出逐項檢討報告 因為兩個主詞不對 前面的主詞是土地,後面的主詞是台糖 所以要加台糖病 剛剛那個病的前面要加台糖 因為前面的主詞是土地 住商用地除什麼之外 應以住院為原則 台糖病 加個台糖 我知道,好,來 台糖並以以上之原則 檢視目前所有的 對 好,可以 好,那這樣文字有沒有意見 好,那就照修正通過 然後宣讀修正文字 來,宣讀字 換場了,中油可以進來了 那這個 休息15分鐘吧 休息15分鐘用餐 那這個 同步宣讀 好,我們2點正式開會 好 斷營 說 Filip 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来 第138案宣读修正动议 报告委员会宣读决议第138案修正为台湾公司长期以来 我全部读完好了 台湾公司长期以来本业亏损情形严重 且以卖主产出售土地方式美化账面 为防渡台湾公司不当出售土地 原要求台湾公司持有之所有住商用地以自用或租用为原则 台湾公司并应以上述原则 于5月15日检视 财量公司并应以上述原则 检视目前所有进行中资核建案 于5月15日前 向立法院经济委会提出逐项检讨报告 宣读完毕 好 修正通过 好 那休息到15分钟12点正式开会 继续中游预算的审查 好 修正通过 好 修正通过 好 修正通过